第1817章请你帮个忙 小白和喜儿穿着 许仙和小青的服装 在楼下下白了一顿 神气活现的 小朋友们都被他们吸引了 纷纷涌过来围观 七嘴八舌 小白小白 你们这是要干嘛 喜儿你的衣服真好看 我能摸摸吗 小白是男孩指 哈哈哈哈 你们是眼缩老二吗 喜儿像个憨憨儿 哈哈哈哈 笨 这是谁说的 喜儿立刻锁定说 她是个哈哈儿的那个小朋友 一看 竟然是身上还有奶香的小小 这个小不点笑嘻嘻的 正在和身边的小悠悠说笑 大意是说喜儿傻乎乎的 小小你说谁呢 喜儿问 哈哈哈哈说你 喜儿子子你真好看 我长大了也能变成你这样吗 小小一点不觉得自己之前 是骂了喜儿 嗨啊 here 可以 可以 小白 我可以摸摸你的衣服吗 小李子在问小白 伸出小手 跃跃欲试 小白 你摸塞 小李子犹豫地问 你不会说 莫挨老子 老子哗啦给你俩儿时吧 小白 瞥了一眼这个瓜娃子 这个瓜娃子 还挺机灵的吗 不会 不会 小李子这才上手 摸了摸小白的衣服 赞叹说真话 在人群外 使包包和小郑郑 小年站在台阶上看 小郑郑羡慕到 好好看的衣服呀 使包包点点头 表示认同 小年没有说话 但是 窃窃的眼神里 透出浓浓的羡慕 尤其是 听到小白和喜儿 要穿着这身衣服拍戏了 他们在干嘛 教室里走出来小杜 好奇地站在使包身边 居高临下观看娃娃堆 使包包看了他一眼说 是小白和喜儿 穿了演戏的服装 好看 他们明天就要拍戏了 眼缩老二挨打的小杜 多看了几眼 嘀咕一句 不好看 然后就走了 使包 院子里 小朋友闹哄哄的 可热闹了 牢里悠哉悠哉的在泡茶 晚风吹拂 他手里还是摇着一把扑扇 鹦鹉站在树枝头 嘎嘎乱叫 偶尔蹦出一句 小白你作业做了吗 院子周边的角落黑油油的 路灯照不到那些角落 但不要误会 这些地方生气寥寥相反 这些黑油油的角落 是最热闹的 各种小虫蹦出来 吹拉弹唱 唱着这个富饶的夏天 就在这时候 院子里忽然响起一声大响 喂喂 喂喂喂喂喂 哈哈哈哈 666呀 嘟嘟可以了 正在围观小白或喜儿的 小朋友们为之一镜 然后齐刷刷地看向了 声音的来源 是刘刘和嘟嘟 刘刘拿着麦克风 神气活现地朝看向 他们的小朋友们挥手 牛气红红的 而嘟嘟推着一栋卡拉OK机 慢悠悠地四处溜达 这俩塑胶姊妹又开始 出来游动式卖场了 不等众人反应 刘连已经开始今晚的表演了 哈哈哈哈 我唱支歌给大家唱啊 啊 西湖美景 三月天鸭 啊 啊 他一唱 靠得最近的嘟嘟 熟练的双手捂住了小耳朵 用小肚子去顶卡拉OK机 是刘刘开始唱歌了 快跑 快跑呀 好难听 啊 我的耳朵要坏了 院子里的小朋友们四散而逃 但是也有留下来的 他们围住了刘刘 要求刘刘快别唱啊 我唱支歌送给大家鸭子 刘刘热情地说 不要你送 你别送 有小朋友立刻回应 要送要送 不要和我客气鸭 刘刘依然热情 我为你们唱一首 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车 拉皮说完 不等大家反对 张口就唱起来了 快回教室里 阶梯上的屎包包带着小郑郑和小年回到教室里 而挨打的小杜和他们擦肩而过 从教室里走了出来 站在原来屎包包站的位置 欣赏刘刘的表演 被逗得乐呵呵的 小杜小杜 你快回去 你不要在这里 刘刘唱得好难听 小小看到小杜出来 连忙拉着他的裤子 往教室里拽 而小杜不愿意回去 两人僵持 小杜的裤子快要被拉下来了 音乐工作室的窗户前 李雨萧出现了 站在那里观看刘刘唱歌 虽然难听 但是这孩子唱歌自带喜感 十分适合在工作之余放松一下 张探把阳台的拉门关死了 坐在客厅的沙发上 点播了一部新进上映的电影观看 但是没一会儿 家里的大门就被推开了 快进屋 快进屋 我脑瓜子嗡嗡的 是小白和喜儿慌张张进来了 两人被刘刘的歌声吵得要暴走 小白想给刘刘吃插花脚 但嘟嘟在一旁求情 保护刘刘 真是姐妹情深啊 老汉 我们回来了 小白和喜儿在玄关换好了鞋子 来到客厅 和张探坐在一起看电影 但是看了一会儿 他们就嚷嚷要看卡通 给你们 给你们 张探无奈地说 给小朋友打开了卡通专题 结果小白和喜儿又未看哪一部 而争吵不休 小白要看百变小鹰 喜儿要看爱探险的朵拉 张探不插手 让他们自己去争 最终 小白不得不妥协了 老子下次再也不跟你一起看动画片了 小白放狠话 多少有些恼羞承诺 喜儿 嗨啊 我请你看呀小白 不看了 小白 刘刘想当你的娘子呢 我给他俩窝窝 这时候 外面响起敲门声 是谁来了 小白起身去查看 打开房门 看到的是屎包 哎呀 屎包出现 很难得的 包包帅哥在很多小女孩面前都很吃香 大家常常带零食吃呢 但是在小白这里一点不讨好 包包 住傻子 屎包包说 小白 我想请你帮一件事 张探朝门口喊道 小白 请人家包包进来坐啊 坐着说 哦 屎包包 你快进来哦 对了 小郑郑看到了 会不会生气呀 哈哈 不会 屎包包被请到沙发上坐好 喜儿摆忙之中问他 包包 你看爱探险的朵拉吗 屎包包摇摇头 说他只看机械狗子 包包 你要请小白帮什么忙 张探问 他要是不问 喜儿能把话题插到黄浦江去 哦 是这样子的 呃 嗯呢 是这样的 是小年 随着 屎包的叙述 张探才明白 原来是屎包包想要请小白 邀请小年明天去参加小戏谷的开机仪式 因为小年真的很想去 但是他害羞 不好意思找你说 是宝道 拜托了 抱歉啊 今晚就 第1818章开机仪式上的趋势 这一天是黄道吉日 适合新剧开机 所以小戏古之白娘子传奇就选在了这一天开机 开机仪式选在了浦江电影城 这部剧将在这里拍摄 时间定在早上的8点18分 早上6点 张探和小白吃了早餐 装束整齐 一起出门 出发大干一场 小白总斗志昂扬 神采奕奕 他直接穿上了许仙在戏中的服装 长戴飘飘 像个小帅哥 不过呢 因为剧中小白的发型很复杂 张探没有那个能力 只能就给他弄个西瓜头头 自然天真 戴到了剧组后 小白要戴上假发呢 两人出了房间 下楼来 刚好看到小刘老师在院子里 老板 小白 早啊 小刘老师主动打招呼 他正在院子里打扫呢 昨晚小朋友们嬉闹疯跑 留下了一些垃圾在院子里 昨晚是小刘老师值班 因为有小朋友到凌晨一点才被接走 时间实在太晚了 所以他选择留在了学园里住宿 早上再回家 小刘老师走 我们要去拍戏了 小白跟他打招呼 啊 拍戏啊 哦 对了 是小戏古之白娘子传奇 对不对 那祝你们一切顺利 小刘老师笑道 穆颂两人出了院子 他继续打扫卫生 忙完了后 他回到房间拿着自己的包包 出了门 回家去 张探和小白是往皇家村去的 先去接谈锦儿和喜儿 然后再去接小年 舅妈我要去拍戏了 经过煎柄果子店前 小白跳起脚来 朝里面忙碌的马兰花打招呼 他话音一落 店门口排队买煎柄果子的人群 刷了一下 许多看了过来 不过这些人并没有把小白的话当真 谁会想到这么一个小朋友 会是个小有名气的演员呢 瓜娃子啊 马兰花暂时放下手中的事情 交给其他人 他从店里出来 过来询问了几句 对小白叮嘱了一大堆的话 才放他们走 喜儿早就已经准备好了 就等小白来接 会合了谭家小姊妹 一行人来到小年家门口 院子的木门换了新的 锁上了 不过院子里有人 小年穿了新衣服 在院子里等待着呢 陪在一旁的是他的爷爷奶奶 两位老人家隆重地把小年 交给了张探和谭景儿 千恩万谢 坚持送他们出了皇家村 才停步 小年有些胆气害羞 不过由小白和喜儿在 喜儿一直牵着他的小手 三人说说笑笑 不至于让小年打退堂鼓 张探的车是改装过的MPV 坐得下这么多人 从皇家村开车出发 加上路上塞车 一直到七点才到达剧组 剧组里早已经人声鼎沸 人来人往 非常的忙碌 现场布置了开机的仪式 工作人员还在来来往往 他们忙碌的是拍摄现场的布置 因为开机仪式一结束 就要开拍了 刘刘环没到 但有小朋友到了 张探一眼就看到了 小光头黄涛 这是饰演小法海的小男孩 很有眼睛 他看到张探 立刻过来打招呼 张老师早 小白早 喜儿早 这位子子早 这位小朋友早 黄涛还真是个不落下 不认识谭景儿和小年 也不妨碍他打招呼 你来得好早 张探说 法海 你要抓我吗 小白问黄涛 他还是对法海和他作对念念不忘 不等黄涛回答 喜儿紧接住发问了 嗨啊 黑尔 法海 你是不是要把小白抓到那个波 是道具 还在工作人员那里呢 我不是抓小白到波里 我是抓白娘子 喜儿说 白娘子是刘刘 你要装刘刘装到波里 你要做波波吗 把刘刘炖鸡吃吗 嗨啊 这脑回路很会联想 小白 霍霍坏笑 小年也好奇地打量这边 现场除了黄涛这位小朋友来了 还有其他小演员呢 不过呢 沈流流大艳艳环没到 估计是起床困难 可以想到不过有朱小金在 张探倒不担心他会迟到 张探以为在闺蜜团里 他们是最早到的 结果在人群中 撇到一道 深端住一盘桃子走过去 他以为眼花了 定睛在看 没错 这时候 谭锦儿也发现了那道身影 有些惊讶地说 那是嘟嘟嘛 那就是了 不可能张探和谭锦儿都看错了 赵小姐来得真早啊 而且这小家伙一点不认生 来了就自己找活干 只见他端住一盘桃子 来到一道香案前 把桃子放在了上面 和旁边的香蕉保持整齐 可以吗 嘟嘟问身边的工作人员 工作人员说 可以 谢谢你 嘟嘟 666 嘟嘟兴高采烈地跑了 朝小白这边跑了过来 他额头上绑了红丝带 带子上写着几个大字 撸起袖子加油前压 嘟嘟 你来得好早呀 谭锦儿笑着和嘟嘟打招呼 嘟嘟 666 我来帮忙压 这里有很多事要做 哈哈 小白 喜二姨 小年也来了 法海你不要赤溜溜鸭几个小朋友 凑在一起 这时候导演张同顺出现了 告诉张探说 演员基本上到齐了 就差溜溜了张探看了一下时间 现在是早上7点40 还有半个小时 不急 五十一大艳艳一定是最晚到的 张探想说的是其他的事情 这旁边的红板是谁想的 他指了指现场两边的红板 红板很醒目 上面还有一些大字 张探一来就注意到了 更是被上面的字吸引了 张同顺笑道 是我们宣发组的出的主意 感觉挺合适的 顿时让这里可爱起来了 谭景儿也笑 哥不停 本来 现场的这些红板 是写一些诸如 开机大吉 票房大报 开门红之类的吉利化的 到现在 有些变化了 因为劣迹一人增多的原因 所以这些红板上的字 又有了变化 多了一些诸如遵纪守法 连结字律等字样 但是 到了这小细古之 白娘子传奇剧组的现场 这些开机大吉 遵纪守法的字样也没了 取而代之的是 好好拍戏 天天向上 我们是 早上 六点钟的太阳 服从指挥 不哭不闹 八小时工作制 完了就下班 坚决不加班 在这里没有夜班 有话好好说 严禁打架 都是朋友 第1819章开机 再来剧组的路上 沈丽明开车 车上坐着 刘连和朱小静 两人在吵架 朱小静嫌弃 刘连睡懒觉 这么晚才出发 刘刘则说 自己没有睡够 现在还困着 他要是不睡好 就没法拍戏 你能不能有一点 职业精神 朱小静训斥他 人家还是个孩子呀 我为什么要职业呀 哼 开车的沈丽明 真的是头大 从早上起床 两人就一直争吵 停不下来的节奏 但是他什么话 也不敢说 担心萤火烧身 还好马上到了 时间还有 当他们停车 进剧组时 只见现场的众人 骑刷刷地看了过来 一起给他们鼓掌 走在最前面的沈丽明 顿时猛圈了 刚从车上下来的 朱小静也猛圈了 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 刘刘从他身后 探出脑袋 好奇地打量众人 他在人群中 看到了小白 喜儿 嘟嘟 小米和诚诚 哟 还有小年呢 热烈欢迎沈刘刘小演员 就等他了张同顺 一边鼓掌 一边上前迎接刘刘 这把刘刘搞得很不好意思 他竟然扭捏起来 说道 我 我是不是迟到了呀 张同顺说 没迟到 还差五分钟 还早 刘 刘文言 点点头 顿时有了底气 我就说还早 哼哈哈 嘟嘟 眼看着家伙神气活现的 小白拦住他的路 说 娘子 我们要拍戏了 留脸 真想翻个白眼给小白看啊 朱小静给张同顺道歉 满怀歉意 张同顺也没说什么 好在人已经到了 张同顺拿起大喇叭说 都安静一下 还有几分钟就要举行开机仪式了 大家各就各位宋平 宋平在哪里 人群中立即跑出来一个男人 高举右手说道 导演 我在 是宋老司 小白第一时间认出来了 宋平是这部戏的演技指导 专门指导这些随时可能卡壳的小演员们 先跟大家讲一讲这些红板上的内容 张同顺说 好的 所有演员们 请到这里来 集合宋平喊道 但现场的小演员不太听他的话 有些是过去了 但还是有些在自顾自的聊天 于是小白大喊 集合了 集合了 要听指挥塞 小朋友们这才集合在一起 宋平见状 感激地看了一眼小白 然后开始讲解这些树立的红板 这几个字都认识吧 服从指挥 不哭不闹 就是说 在剧组一切要听导演的话 要听话 听指挥 不要哭 不要闹 不要有小情绪 实在有小情绪了 就找我聊天好不好 你们有什么事 都可以来找我 不高兴了 受委屈了 难过了 想哭了 都找我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 宋平 还真是小朋友之友啊 宋平一一把现场的红板都介绍了 然后工程身退 把现场的话语权交给张同顺 张同顺的第一句话就是 你们放心 我是导演 我不骂人 拍小孩子的戏 他哪里敢骂人啊 都是小孩子 心里不成熟 你骂一句 他可能就哭了 更没状态了 后面别想再拍了 所以一定要有话可以好好说 拍小戏谷 也是最能培养脾气的 张同顺讲完了 请张探来讲 刘刘在底下交头接耳 小白提醒他注意听讲 我老汉要讲话了 你要好好听 刘刘打了一个哈欠 有些反小白 顺便也反张老板 因为张老板又在说那种 听不懂的枯燥无味的话 白娘子传奇 暑假已经播出了 反应很热烈 收拾率火爆 刘刘听得无精打采 甚至犯下困 忽然 他一机灵 只听张老板说 为了保障小演员们的工作生活 我们会在剧组准备品种丰富的零食和饮料 零食里有小熊饼钱 小熊夹心饼这些 饮料则是以小熊饮料为主 葡萄 芒果 荔枝 各种口味的都有 还有大熊能量饮料 大家都可以免费唱饮 张探的话音一落 现场就响起了掌声 还有叫好声 终于 张探也讲完了话 时间刚好到了八点一十八分 张探和张同顺率领小演员们上香拜神 只见香岸上放了一些贡品 有香蕉 桃酥饼 还有嘟嘟之前端来的桃子 在正中央 放的是一个平板电脑 平板电脑上是一张清晰的图片 一只 猪头 当张探看到这只猪头时 也不禁愣了愣 一般而言 开机仪式上要准备一些贡品 除了水果外 也会有被猪头的 不过现在一风一俗嘛 但是移的又不前进 所以不准备真的猪头 便用平板电脑播放猪头的照片 张探和张同顺从工作人员手中 接过了三只箱 上前两步插在了箱炉里 然后是身后的几个小主演 刘刘 小白 喜儿 和黄涛等人 他们也从工作人员手里 接过了三只箱 像张探一样 上前 插在箱炉里 小白等人看到平板电脑里的猪头 都是呆了又呆 是一只溜溜 喜娃娃差点把眼珠子 都蹬进电脑荧幕里了 好大的溜溜 榴脸 他插完了 箱也依然频频回头打量 震惊于大人们这么爱玩 更气小白和喜儿说的话 有些抓狂 大家都上完了箱 众人要跪下磕头 张探听到身边的小白 在小声嘀咕 我递个天涯 我要给溜溜下跪 然后 就在张同顺和张探的带领下 一起朝香岸跪下 磕头 最后一步 便是由张探和张同顺 把盖上红布的摄影机掀开 然后在现场热烈的掌声中 开机仪式结束了 小白 给你的 红包 一 红包 喜儿 刘刘 给你 红包 小白惊讶于竟然有红包里 然后才反应过来 刚刚给红包的那个好眼熟 是谁 刚才没注意看 这会儿定睛一看 发现竟然是刘长江 刘长江正在到处 给小演员们发红包 热情四射 勒个刮娃子 啥子时候来的吗 小白问张探 同时 把红包塞到了老汉手里 闲碍事 张探说 他一直都在呀 他今后将是剧组的工作人员 666 哈哈 刘刘收了红包 飞快地瞥了一眼 朱小静的方向 赶紧把红包藏起来 坚决不能让猪妈妈没收了 第1820章 好大一个波波 刘长江曾经想拜张探为师 最后虽然没有拜成 但是也成功得到了张探的认可 同意让他到剧组来打工 小戏古至白娘子传奇 就这么把他招进来了 跟住副导演做一些厂务工作 这小子兴致勃勃 干劲十足 今天很早就到了剧组 把分派给他的任务 做得有声有色 他今天主要做两件事 一是协助给所有人派发红包 二是采购和管理剧组的 零食和饮料 今后这一块工作全部交给他 长江 长江 嗨嗨啊 你什么时候来的呀 喜儿追着刘长江问 见到他出现很是惊喜 眼睛到处瞄 看看有没有焦大帅他们也来 焦大帅他们没来 就我来了 我是张老板特批才来的 刘长江说道 刚好来到了嘟嘟 诚诚和小米面前 他抽出一个红包 递给嘟嘟 嘟嘟呆了呆 看看红包 抬头看看刘长江 不确定地问 是给我的吗 我不是焦焦照刘长江说 是 给你的 每个人都有一个 嘟嘟这才收下红包 搓搓小手 开心极了 甜甜地说了一句 谢谢你 不用谢 刘长江也认识嘟嘟 之前在小红马学园里见过 只是不怎么输而已 刘长江继续给所有人发红包 喜儿 辟电地跟在身后 忽然被一双大手拉走了 来来来 喜娃娃 给你干子子 我看看你 合照 是谭景儿的闺蜜 小颜来了 她和谭景儿在一起 刚好喜儿从眼前走过 看也不看她 她就把小朋友 拉了过来 仔细端详了一番 揉捏搓扁 然后要求合影 当一个工具人 喜儿 哎呀哎呀 你不要捏我呀 小颜姐姐 不要捏我 哎呀 嗨呀嗨呀 哎呀 好不容易挣脱 开小颜的魔爪 喜儿气喘吁吁 瞪了一眼小颜 飞快地开溜了 今天的开机仪式结束了 接下来立即进入拍摄 大部分人都没有走 留在了现场 要看小演员们拍戏 这一定很有趣吧 工作人员们忙而不乱 立刻赶到附近的拍摄现场 布置现场 而小演员们也被浮化到拉去了化妆间 小白和喜儿坐在化妆镜前 好几个化妆的小姐姐围着他们忙碌 在他们旁边 还有一个空位置 有几个同样的化妆小姐姐在等住 结果左等右等 也不见来人 领头的那个化妆师小姐姐便问小白和喜儿 你们有看到榴莲吗 刘刘怎么还没来 小白和喜儿都说没看到 化妆师便大声询问刚好过来的刘长江 长江 刘莲呢 快去把刘刘找来 刘长江一听 领了任务就跑 我也去找他 嘟嘟自动接受任务 也跟住刘长江跑去找刘刘 而在化妆间 宋平与江蓉也来了 诚诚跟在江蓉身边 化妆师们在为小白和喜儿化妆 而宋平则在给小白讲戏 江蓉负责喜儿 诚诚站在一旁 听得格外认真 刘长江先是跑去刚刚的开机仪式现场寻找 但是没看到刘刘 他就想去卫生间的方向看看 跟住来的嘟嘟则说 我知道榴莲在哪里 快跟我来呀 嘟嘟带头 和刘长江来到了摆放零食和饮料的地方 果然远远的就看到刘刘在这里 刘刘的妈妈正在把他拉走 刘刘不肯 脚下伸根 嘻嘻哈哈 说再尝一尝 每一样尝一尝 就尝一尝 不吃 刘刘你要拍戏了 你快别吃了 嘟嘟大声呼喊 有点恨铁不成钢 当刘刘的小姊妹好心累呀 嘟嘟 给你尝一口 刘连请嘟嘟尝一尝后来的零食 嘟嘟刚刚有点生气 刘刘没有职业精神 这下却又感受到了浓烈的姐妹情深 唉 都不知道怎么说这个胖刘刘 刘刘 走了 要化妆 就等你了 刘长江负责押送刘刘到化妆间 刘刘瞥了他一眼 不满地说 好家伙呀 你是来抓我的吗 我不是犯人呀 刘长江 我不是来抓你的 我是来请你的 请你 去化妆 你是白娘子 这部戏的女主角 大家都围着你转 不得不说 刘长江生活的家庭 对她的影响是很大的 说话好听 头头是道的 已经有几分管理才华 刘刘听了心里舒服极了 不再排斥她 嘟嘟这时候告诉刘刘 以后零食和饮料都归长江割馆 刘刘一听 看向刘长江的眼睛立即放光 笑呵呵地说 好朋友 你是不是叫刘长江 你哥哥是不是叫刘黄河 你爸爸是不是叫刘黄海 刘长江无语 说 我哥哥是叫刘黄河 但我爸爸不叫刘黄海 你爷爷叫 也不叫 那叫什么 我爸爸叫刘康 刘康呀 好名字呀 好名字 长江长城 黄山黄河 刘刘唱起来了 以歌声表达对长江黄河一家的高度赞扬 刘长江彻底无语 我们把刘刘找来了 快给他化妆 不要拍戏迟到了 嘟嘟一进门 就高声报告 看起来他比刘刘更记更敬业 哈哈 我来了 你们忙住呢 榴莲神器活现的出现 真有五十亿大女主角的架势 娘子 快来化妆呀 你的裙子还没穿呢 你脑袋后面的那块不在我这里 你看 挂起来看看塞 霍霍霍 小白招呼刘刘 主要是见刘刘这么得瑟 他就想要压一压他的气眼 好让他知道在这里谁才是大子 果然 刘刘一听 顿时垮着脸 想要发飙 但是想了想 还是算了 小白这个刮娃子已经很可怜了 再骂他的话 他也太惨了 刘刘被化妆室带到椅子上坐好 开始帮他化妆 刘刘瞅了旁边的小白一眼 暗戳戳地说 小白 喜儿好可爱呀 比你可爱多了呀 喜儿一听 海鸭也笑 开心极了 老子也哭爱惨的塞 小白说 琉璃 还是喜娃娃更可爱呀 小白问 娘子 相公我不可爱吗 他鸭的 你说傻子 法海呢 法海上哪里去了 好家伙 我要看看法海长啥子样 被到处嚷嚷的法海 此刻已经出了化妆间 他化好妆了 穿上了袈裟 手中拖着一个金波 都督和刘长江正在位置他 都督主要是观察那个金波 据说这就是装溜溜的波波 黄涛看向他 他笑呵呵地说 呵呵呵好大一个波呀 黄涛见都督可可爱爱没有脑袋的样子 就笑着把金波递过去 说道 你想摸一摸吗 愣愣愣 嘟嘟点头犹如小鸡灼米 有点重哦 你要两只手拿住 黄涛说 虽然这不是金的 但是不锈钢的 有点分量 嘟嘟单手就拖了起来 轻轻松松 看头往金波里看了看 没有看到榴莲 第1821张小演员们 一 我在波波里面呢 哈哈哈哈 嘟嘟探头往金波波里看 没有看到他的好胖友刘刘 倒是看到了自己 不禁哈哈大笑起来 你 我看黄涛好奇 也探个脑袋过去看 结果看到了自己光亮的脑瓜子 哈哈大笑起来 这个金波光滑明亮 快可以当镜子了 另一边 花了半小时 小演员们化好了妆 都出来了 来到拍摄现场 现场早已经准备妥当 就等小演员就位了 第一幕戏是 琉莲和喜儿 以及小法海黄涛的 喜儿笑场 这个小憨憨儿 笑点也太低了 看得一旁的谭景儿 和小颜注迹不已 张同顺喊咖好几次了 再三丁喜儿不要笑场 喜儿是不笑场了 但是脸上依然挂着笑容 张同顺无语 你说你没事的时候 也这么可爱干嘛 能不能凶一点 凶知道吗 张同顺问他 本来小青是不需要凶的 但是对谭喜儿小朋友来说 凶一点大致就相当于 别人的平静无波吧 喜儿弱弱地点点头 小白就站在张同顺脚边观看 健壮对他说 导演 你不要贱么凶腮 你要温柔一点 喜娃娃还是个孩子呢 张同顺笑道 我不凶 我绝对不凶 我也不骂人 有话好好说 小白点点头 对导演的态度比较满意 然后 他为喜儿做思想工作 说道 喜娃娃 你想想 我把你的布娃娃 全部扒光了衣服 你生气不生气 喜儿瞪住他 气鼓鼓的 张同顺趁机开导说 对 就这样 凶一点 好 凶一点 我凶一点 哦这样的 喜儿板住小脸 要让自己凶一点 要吃人 勉强 谈喜儿小朋友可以了 但是黄涛饰演的小发海 却又进不了状态 第一天的第一场戏 这么多人围观 黄涛一下子难免有点紧张 还是留脸稳定 要么不出场 在外面装疯卖傻 但只要出了场 那就是好状态 五十一大艳艳不是开玩笑的 而且还进入了最佳新人演员 提名呢 磨合了十几分钟 三个小朋友终于都进入了状态 张同顺表示满意 拍摄顺利进行中 还有两个镜头 这一幕就结束了 忽然 八大一声 只见白娘子的裙子里 掉出来一个东西 红艳艳的 是红包 现场一下子安静了 灯光看向了导演 导演张同顺不得不喊着咔咔 红包要藏好 刘刘张同顺说 刘刘慌张张 赶紧把红包捡起来 想要塞进衣兜里 手忙脚乱之余 不忘瞥眼他妈妈 心里一咯噔 他妈妈盯着他笑呢 急吾嚷 刘 连好了红包 拍摄继续进行 这回很顺利 第一幕拍摄结束 宋平立刻来到喜儿身边 为喜儿做技术指导 他看出来了 这几个主演中 喜儿的演技功底是最差的 刘刘 你要吃一点吗 是嘟嘟贴心的来了 他推着一个小推车 上面摆放着小熊饮料 和各种零食 有小熊饼钱 和小熊夹心饼等等 刘刘大喜过望 还真是他的好胖有压 他当即捏了一把嘟嘟的脸蛋 还狠狠地亲了一口 嘟嘟狠狠地抬起袖子 擦了擦被亲过的脸蛋 催促他说 你快点拿 我还要去招待小白和小发海呢 刘长江也跟在一旁 本来这活是他的 但是嘟嘟一看 就申请帮忙 并且只用了不到五秒钟 就从帮忙变成了主导 小推车都被顺走了 他反倒成了帮忙的 吃一点吗 导演 你也够累的了 又喊又叫的 嘟嘟推着小推车 路过张同顺 贴心地询问 真是会关心人呀 张同顺溢了一下 没想到 窜出这么一个贴心的小棉琴 笑呵呵地说了一声谢谢 捏了一颗葡萄吃 即便不想吃 但小朋友的面子必须给 嘟嘟推着小推车 在人群中送温暖 此刻小白身边 站在江戎和成城 江戎正在跟小白讲戏 下一幕 小白要出马了 知道下一幕是说什么吗 江戎问小白 之前在化妆间 他已经讲过了 小白点点头说知道 是我和法海那个坏蛋第一次见面 江戎说对 你不要说到法海就咬牙切齿 这个时候他还不是坏蛋 你也不知道他是坏蛋 你要尊重他 他是个大师 对 我要尊重他 我还不知道他是个PR黑 小白说 江戎不放心 进一步问道 那你刚见到法海 你的台词是什么 小白板住小脸说 法海 你要去住啥子 啊不对 是法海 你要去做什么 江戎说 不对 不是这个 你应该是说 法海大师 你从哪里来 他话音刚落 一旁的成城立刻出声说 不对 不是 这样子的小白应该说 大师 看您宝像庄严 是哪一座寺庙的大师呢 说完 成城又对 江戎说 许仙第一次见法海 不知道法海叫法海 江戎愣了一下 旋即笑道 对 成城说的对 我刚才说错了 被小白带偏了小白 这和 我有啥子关系 是你自己记错了塞 成城说的对 我听成的 江戎尴尬地笑了笑 给小孩子讲戏 与给大人讲戏 区别真大 同时 饰演法海的黄涛 也正在利用休息时间 接受宋平的指导 黄涛不放心地问宋平 宋老师 小白不会打我吧 我看他眼睛要冒火的样子 会不会咬我呀 宋平笑道 不会 小白 凶巴巴的只是剧情需要 他不是真凶 黄涛点点头 不是真的放心了 而是想到即便小白真打他 他也没有办法 人家背景硬仰 都各就各位 第二幕要开始拍了 副导演对住大喇叭喊道 众人迅速归位 小白和黄涛也站在了自己的位置 而刚刚出演的喜儿此刻正在远处接受宋平和江戎 诚诚地指导 小小的一只小朋友被围着上课 看起来像一只小鸡 同时 角色导演正在布置第三幕的场景 这次需要群演 一群小朋友出镜 担任路人 甲乙丙丁 还好 今天来了许多小演员 有的是剧中的配角 有的是临时请来的 张探找到嘟嘟生和小米 小年问他们愿意不愿意去当路人 好 嘟嘟爽快地答应了 虽然他不会演戏 但是张老板既然有求于他 他就责无旁贷 毫不犹豫答应 小米犹豫了一下 有些害羞 不自信地问 我可以吗 张探 你当然可以 你完全可以 不用紧张 有很多小朋友和你们一起的 小米这才答应了他牵着小年的手说 小年也一起来 小年更加害羞 但想到演戏 心中的向往压过了紧张 让他点头同意了 第1822章 以场为家审溜溜 化妆师带着小米 小年和嘟嘟去化妆了 江戎问诚诚去不去 诚诚一脸淡定地拒绝 他对演戏不感兴趣 他对江戎的这份工作 倒是十分地感兴趣 很快 三人就从化妆间出来了 都换上了古装 裙带飘飘 嘻嘻哈哈 第二幕拍完之后 立刻进行第三幕 这三小只混在人群中 主要工作就是走来走去 这一幕是白娘子和小青 在西湖逛街 榴莲和喜儿一同出马 两人走在西湖长堤上 喜儿问榴莲 姐姐 你的心上人 真的就在这西湖边上吗 榴莲 是 呀 球的姻缘是这么说的 下意识地就要跟他们打招呼 但是猛然想到自己在拍戏呢 不能打招呼 于是眼睛多瞥了两眼 假装没看到 张同顺透过监视器 把喜儿的这个小动作 看在眼里 但是没有喊咖 而是继续让他们演 喊咖多了 别把小朋友喊出了心理阴影 演技会直线下降的 但对精益求精的他来说 这条肯定不能过 所以等会儿要再拍第二遍 上午的拍摄进度 算是很快的了 小朋友们的演技在线 让张同顺颇为惊讶 他本来就做好了 被气死的准备 结果发现一切都挺顺利的 不禁感叹 现在的小演员真不简单啊 五十一大艳艳更是牛逼 plus 不管什么戏份 基本上都是一遍就过 要说祖师爷不是追着 喊猪喂饭吃 他是不幸的 终于到了榴莲最喜欢的环节 吃午餐 剧组为小演员们准备的伙食 那是相当的好 都排好队 一个一个来 不要急 饭菜够了 不会饿住的 小朋友们端住饭碗 排打菜 人群中 刘刘焦急地探出脑袋 盯着说话的这人 看了又看 笑道 哈哈 哈哈 是你 小白的舅舅 舅舅原来是你在这里呀 刘刘认出了说话的这人 不是白剑平 是谁 刘刘的话音落下 排队的队伍中 探出了好几个小脑袋 哈哈 舅舅 郎哥你来了脸 小白端住饭碗 跑了出来 来看看他舅舅 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哈哈 舅舅 郎哥你来了脸 榴莲也端住饭碗 跑了出来 来看看他舅舅 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小白溜溜 这刮娃子 怎么好意思也喊舅舅呢 脸皮这么厚的嘛 但溜溜毫不在意 别人的眼光 走自己的路 让别人无路可走 我一早就来了 你们剧组的伙食 今后就是我负责 想吃啥子 跟我讲 我给你们做 白剑平牛逼哄哄的说 难得在小朋友们面前 有这种地位和权利 对他这种 长期在家里 混迹于底层的长工来说 有了一点权利 就喜欢得瑟 大友翻身浓卤 把歌唱的架势 我想吃红烧肉 刘刘毫不客气 当场点菜 这可是白舅舅说的 不是他要求的 刘刘眼巴巴地 看住白剑平 白剑平大手一挥 没问题 晚上就帮你做红烧肉 刘连的蹦招 他已经好久不蹦跋了 毕竟是七岁的小朋友了 要稳重 而且是五十亿大艳艳 他妈妈总是教育他 要成熟一点 但现在 听到晚上就有红烧肉吃 他还是情不自禁 这时候小白说 晚上我们不拍戏 不拍戏 还有饭吃吗 刘刘一听 紧张起来 白剑平说 晚上不拍戏 但是也有饭吃 导演说了 有想到剧组吃晚饭的 就可以吃 不想吃的回家也行 看你们自己 家里的饭不好吃 一点也不好吃 没有白舅舅的饭好吃 我到剧组吃 我不回家 沈流流大艳艳 甚至想要在剧组打的铺 以这里为家 这里多好啊 有小朋友玩 有装满了零食和小熊饮料的小推车 有想吃什么就吃什么的伙食 还有红包发 他已经很知足了 带上嘟嘟 他可以寄宿在剧组里 白剑平是被张探邀请来剧组的 他只是和浦江电影制片厂提了一句 制片厂立即就把人送过来了 其实吧 这里面没有白剑平什么事 他只是接受调动 被人要来要去的 不过 白剑平当然不会这么说 用他的话来说 那就是他为了小朋友们的健康饮食 推掉了另外一个大剧组的活 专程来照顾小朋友们 小白 你就妈特定叮嘱 说要好好监督你吃饭 你最近是不是有挑食 白剑平特别点心小白 不等小白回答 一旁的刘刘开始教育他 小白 挑食不好 不能挑食 我们是小孩子 挑食我们就会死 受不垃圾的 白剑平出现在剧组 注视让小白等人开心 不已 拍戏是个新鲜的事 大家都很有兴趣 但是久了就会疲倦 张探和张同顺便想尽量让这里有家的感觉 多安排熟人进来 比如白剑平 比如宋平 比如江戎 例如刘长江 还有嘟嘟等人 也要时常组织来探班 至于诚诚 可以来实习啊 当江戎的助手编剧小城 给你多打一点 够了吗 白剑平亲自给刘刘打饭菜 刘刘反问 够了吗 白剑平愣了 问你够了吗 够不够呀 白剑平听明白了 这是没够的意思 于是又给刘刘打了一点肉肉和一些蔬菜 多吃蔬菜 更健康 这下够了吗 刘刘没开眼笑 点头说够了够了 都要吃不完了呢 哈哈哈哈 六六六呀 说是这么说 但看他的样子 一点也不像是要吃不完的样子 感觉再多打一点给他 他也是可以接受的 到了小白 白剑平就说 饮食要均衡 各种菜都吃一点 不要挑食 够了吗 你再给我打点辣椒塞 已经有辣椒了 够了 不要吃太多辣椒 对肠胃不好 那你拉个吃呢 我现在也吃的少了 你是要健康 去吃吧 小白端住饭碗走了 下一个是 嗨嗨了 白舅舅你给我打一点点就行了 一点点是吧 好的 我来给你一点点 喜儿只见他一大勺子挖满了饭菜 吓得连忙白手说 一点点 就一点点 不要这么多 我吃不完呀 白剑平只是吓唬他的 但还是劝他要多吃一点 你看你瘦瘦的 下巴尖尖的 风一吹就能把你吹没了 我们上哪里找你 嗨嗨啊 我飞到小红马 喜儿一边说 一边端住饭碗走了 来到小白和榴莲身边坐下吃饭 本来他是没什么胃口的 但是只见榴莲狼吞虎咽的 吃得格外香喷喷 于是也不禁有了一些胃口 没一会儿 嘟嘟也来了 捧饭碗坐在榴莲身边 榴莲终于从饭菜里抬起头来 探过去 打量嘟嘟的碗里有什么好吃的 嘟嘟二话不说 当即半转身 背对住榴莲 用蹲厚的小肩膀挡住榴莲 不怀好意的目光 第1823章 我决定眼乌龟 嘟嘟背对住榴莲 把榴莲气得不轻 其实 他不是要吃点嘟嘟的什么 他只是想过眼影啊 但是嘟嘟的这种下意识反应 让他伤心 给你吃 刘刘加了一块牛肉到嘟嘟碗里 嘟嘟看了看他 又看了看碗里的牛肉 有点担心这不会是鱼儿吧 谢谢你 刘刘 嘟嘟还是表达了感谢 榴莲 666 不用谢 让我看看你碗里有什么 嘟嘟想了想 吃人家的嘴短 于是把饭碗递给刘刘打量 哈哈哈哈哈哈 刘刘大笑 张探也端住饭碗过来的 以前在剧组 他都是和导演等人吃小灶的 不过在这个剧组 导演和制片人的小灶都取消了 而是和小演员们一起吃 在小戏古之白娘子传奇剧组 小演员们的伙食是独一档的 保证他们的健康饮食品种丰富 其他的剧组工作人员 包括导演 他们的伙食又是另一种 两种是分开来的 小演员们必须吃最好的 张探端住饭碗坐过来 立刻有三四个小脑袋探过来 查看他的饭菜 发现差了一些 小白立即加菜给他吃 喜儿也使劲把自己碗里的夹出来 张探连忙婉拒 孝心可嘉 心意他收下了 刘长江也坐了过来 一边吃饭 一边眼巴巴地看住张探 张探被他看得发毛 就问他 长江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说 别老这样看我 刘长江点点头 说 小张哥 下次拍群演 能不能 也让我加入 我也有一个演员梦啊 张探恍然 原来是这个啊 他说怎么刘长江这刮娃子 上午一直在他面前晃来晃去的 原来是因为群演没叫他 他来刷存在感 真是不记得了 下次一定叫上你 谢谢小张哥 好朋友 你的小推车呢 刘刘问他 收起来了 收到哪里了 这时候 程程也来了 他选择坐在了喜儿身边 喜儿侧头看了他一眼 海阿叶笑了笑 继续努力干掉碗里的饭菜 这对他来说有点艰难啊 程程默默地吃饭 吃了惠儿后才忽然说 喜儿 你上午说错了十次台词 喜儿呆了呆 眨眨眼睛 程程一边吃饭 一边自顾自地说 等下吃完了饭 我给你对一对台词 你不要走哦 喜儿 吃完了饭 张探在剧组 周边 散散步 这里位于浦江电影城 周边是各种建筑和取景地 风景不错 谭锦儿也来了 闺蜜小颜也在 小白也跟来了 喜儿没来 他饭还没吃完 就被程程叫去记台词了 谁让他的台词记得是最差的 当几人散步回来 听到刘刘在飙声 嘟嘟在劝他 但是大咽咽怒火中烧 十分的生气 张探一看 原来是和朱小敬吵架 刘长江之躯地跑过来解释 说是刘刘的妈妈 要没收刘刘的红包 刘刘不肯 然后就发飙了 朱小敬见刘刘 誓死不从 不想把事情闹大 就算了 刚刚还怒火中烧的刘刘 立刻得意地冷哼一声 插住腰 一摇一摆地和嘟嘟去散步 谭锦儿惦记喜儿 在休息室里找到了这个小人 他正和程程 以及江戎坐在一起 程程在跟他讲什么 他一边听 一边点头 眼皮子在打架 昏昏欲睡 江戎就说 程程 我们今天不讲了 休息一下 睡个午觉吧 夏天小朋友们都要睡午觉 养精蓄锐 下午还有拍摄任务呢 小朋友都去睡午觉了 张探和张同顺 宋平 江戎等人凑在一起聊天 江戎笑道 好像是第一次看到张探 一直待在剧组 以前能见到你半天就不错了 张同顺笑 江戎说的对 以前的剧组 张探都是有事就来处理一下 处理完了就不见了 能在剧组待个半天 已经是极限 极少能看到他一整天都在的 但在如今小戏谷的剧组 张探恐怕今后都要常待 小白不下班 他也不能下班 宋平是第一次加入剧组 对待这份工作 十分的认真负责 他说 剧中有一些配角 现场还没定人选呢 比如小青带的舞鬼舞鬼 就是小青召唤出来的五个帮手 别看这舞鬼好像是小角色 但其实鼎鼎大名 他们的名字也叫五温神 也就是民间传说的温神 分别是春温张元博 夏温刘元达 秋温赵公明 东温中世纪 总管温史文业 在白蛇传里 舞鬼不算是什么大人物 毕竟这可是个观音菩萨 时常现身 南极先翁也有出手的世界 有一些不那么重要的配角 在拍摄过程中 找小演员也来得及 老孟会安排好的张同顺说 那就好送频道 一旁推着小推车过去的刘长江 听说还缺眼乌龟的 要不我来吧 只要演戏 眼乌龟我也愿意刘长江看起来 视死如归 豁出去了 哪怕今后焦大帅等人 喊他是长江乌龟 他也认了 哎 刘长江的决心真大 张探 乌龟 什么乌龟 没有乌龟这个角色吧 刘长江以为小张哥 连乌龟的角色都不给他 顿时级了 乌龟啊 你们刚刚不是在说 还缺乌龟的角色吗 哦 你是说乌龟吧 不是乌龟 是乌龟 五个小鬼 乌龟 刘长江心中大喜 不是演乌龟比较好啊 他更要争取到 对的 乌龟 你要想演 也不是不可以 不过这可不是普通的群演 是要一些演技的 你要试镜通过了才行 好好好 没问题 我 演鬼子更在行 人家可不是鬼子 人家是温神 温神你知道吗 知道知道 我就是温神 平时生活中 我就跟温神一样 不信你找焦大帅 梅芳芳他们问 第1824章 五鬼来了 33 刘长江毛遂自荐 要出演小亲的五鬼之一 并且推荐他的那些 好兄弟一起来 他们凑成五鬼 我们可以成为功夫明星 刘长江自信满满 吹牛不眨眼的 张探同意给他们一个机会 让他们明天来试试 刘长江兴奋地控制不住自己 把小推车完全交给了都都 说他要钻研角色 宋平和江戎都在忙 他便找到成成 请求成成给他讲一讲 五鬼的角色 说着 他把一瓶小熊饮料 塞到了行程的手中 成成看住这一幕 觉得好熟悉 以前刘刘长这么贿赂他 哦 成成接了小熊饮料 招手说 那你跟我来 来了 刘长江 屁颠屁颠地跟住成成去 你坐在这里 成成指了只一根小板凳 大概只有二十公分高 非常的矮 然后 他自己坐在了一张椅子上 就这么居高临下 俯瞰刘长江 就像老师看小学生 刘长江 你想听什么 成成问 大丈夫能去能伸 刘长江咽下心中的那把泪 说道 我想争取 无鬼的角色 请你给我讲讲这个角色 无鬼压成成想了想 便想起了 这 几个角色 剧本都不用翻呢 但凡他看过了 他就能记住一二 嘟嘟推着小推车 好奇地跟过来查看 长江长江 你不干活了吗 刘长江忙住呢 说 嘟嘟你先帮我 我找成成有点事 嘟嘟爽快地点头答应 推着小推车就走了 剧组里 张探百无聊赖 四处溜达 在小白眼里 他老汉又变成了街溜子 白剑平忙完了午餐后 有一段时间空闲 便来到剧组的拍摄现场 看他家的瓜娃子演戏 说起来 他看小白演戏的机会不多 好像就是最早拍摄女人三十时 他们一起上阵 后来基本上就没他事了 他看得津津有味 乐呵乐呵 不知不觉时间过去得很快 直到后勤人员来喊他 要去采购物资 准备今天的晚餐 和明天的早餐 张探 是李小小找来了 你今天一天都在这里吗 小白在拍戏吗 今天开机 怎么了 张探问 李小小说 跟你报告一下 江平诉讼案件的进展 前段时间 李小小已经提起了诉讼 法院已经受理 他们有关系 虽说法院受理了 但是时间会拖得很久 李小小说道 张探说 要我做什么吗 李小小说 暂时不用 他们有关系 我们也有关系 我们会加快案件推进的 张探对此还是很放心的 詹天伟的律师事务所 全国有名 詹天伟这位大律师 在浦江更是关系背景极度 张探相信詹天伟就能搞定 李小小就是来报告一下 案件的最新进展 完了后留在剧组 饶有兴致地看小朋友们演戏 感觉 他这次来的主要目的就是看拍戏 开机一事没有邀请他嘛 他就自己创造机会来 刘长江熊赵干气昂昂地再次出现了 他对无鬼的角色更有把握了 颇有舍我其谁的气势 下午五点半 夏天的这个时候还是艳阳高照 一点没有要下山的样子 但是小溪古之白娘子传奇剧组 却要准时下班了 不敢不准时 剧组里一片闹哄哄的 有忙碌的 有吵闹的 有呼朋唤友的 榴莲又在和妈妈吵架 榴莲翼要留下来吃饭 朱晓静却想带他回家 人家舅舅都做好了晚饭 你不吃你就是不给面子 下次我怎么好意思吃他的饭鸭 刘刘说道 歪里一套一套的 让朱晓静都不好反驳 刘黄河来了 接他弟刘长江回家 刘黄河带着刘长江走了 张同顺走了过来 站在张探身边 目送刘家兄弟离开 他有些好奇这对兄弟是什么背景 看张探对他们挺照顾的 不过他没问 而是霍张探说起明天的拍戏安排 以及更让他期待的当幸福 来敲门的筹备事宜 坐在回家的车上 刘长江嘚瑟起来 从兜里抽出一个红包 当住刘黄河的面开始数钱 刘黄河问 你哪来的钱 发的呀 谁发的 我发的 我给我自己发的 你贪污 我没贪污 刘长江解释 说是剧组开机 人人一个红包 刘黄河这才放心 问是多少钱 刘长江哈哈笑 五百块钱 赶紧收起来 哥 剧组真有意思啊 小张哥还给我安排了一个角色 我也要当演员了 我将来要做功夫明星 成为华夏第一打星 刘长江信心满满 对未来充满了憧憬 功夫巨星彷扶在向他招手 你 功夫巨星 刘黄河比一道 是功夫巨星吧 对 就是功夫巨星 一路上 刘长江得色不已 一回到市委大院 立刻跑去人工湖边 果然在这里 找到了他的那些中二兄弟 兄弟们 兄弟们 好消息 刘长江把无鬼角色的事告诉了他们 大家都很激动 觉得自己苦练功夫十几年 终于可以一鸣惊人 世人之了 看到喜儿了吗 焦大帅第一时间询问刘长江 看到了刘长江说 明天我要去探班 焦大帅立刻兴致勃勃 明天我们一起去试镜 刘长江道 明天就试镜吗 太快了吧 还没准备呢 这是梅芳芳说的 不等刘长江说话 机灵的小王抢说 我准备好了 我准备好了 我老早就准备好了 带我去 长江 带我去 梅芳芳没准备好 就别带他去 是啊是啊 大赵附和 没错 小赵也赶紧表态 总共就五个角色 我们刚好五个人 不带梅芳芳 梅芳芳一听 顿时慌了 第1825章 喜儿晕倒了 经过武林联盟的投票选举 最后梅芳芳被排除在外 其他五个人兴高采烈 憧憬明天的试镜 而梅芳芳却怒火中烧 极度逐渐让他面目猙獰 啊 梅芳芳无能狂怒 夜色降临 月亮升起来了 空气中弥漫着草木香味 池塘里的鱼初见从水底升起 浮在水面悠哉悠哉地游泳 哭 就知道哭 哭什么哭 在老梅家 传出一声呵斥 就剩我 就剩我呀 为什么呀这是 太欺负人了 这是梅芳芳的声音 梅芳芳遭受了巨大的打击 快要一蹶不振了 需要她妈妈的当头棒喝 把她喝醒 既然想去 那就要争取 不要动不动就放弃 你是都没试过 怎么知道不行 试过了 竭尽全力了 再不行 那自己也不会流遗憾了 那不是 会更不甘心吗 怎么会 努力了这么久 最后还是失败了 不会更不甘心 不会 我会呀 啊 我好恨啊小王 我和你的仇不共戴天 你瞧你这点出息 明天你也去 他们是去试镜的 又不是一定会录用 他们都没演过戏 演技肯定不行 说不定刷下好几个 到时候你的机会不就来了吗 哎 对哦 那赶紧做好准备 在家里摸你试镜队了 你要演什么角色 一只鬼 什么 鬼 一只鬼 你还是不要去了 不 不我要去 隔天 梅芳芳死皮赖脸地跟住上了流黄河的车 梅芳芳 没你的角色 你去干嘛 小王嘚瑟地说 梅芳芳现在一看到她 就恨得牙痒痒 真想揍她 我要挑战你 小王 我没空接受你的挑战 我们要去拍戏 你行一拳只会猴拳 没有一点力气 软啪啪的 只能打毛毛虫吧 你说什么 我说你的行一拳只能打毛毛虫 你再说一遍 毛毛虫 毛毛虫 我跟你拼了 两人坐在后排撕打起来 焦大帅和大赵小赵连忙制止 车里顿时乱成了一锅粥 硫磺和赶紧找个地方停车 把这两人喝止住 叫下车 让现场比划一下 在大马路边上比划 小王和梅芳芳都是疑论 但见硫磺和很认真的样子 当即摆出其手势 他们一个是行一拳 一个是金钟罩铁布山 小王 今天既分高下 也决生死 梅芳芳放狠话 昨晚就憋着一肚子的气没消 今天打算急急直接干掉小王 小王吓了一跳 要不要玩得这么大 但是他当然不能怂 既然梅芳芳要决生死 他当然要勇往直前 来来来 我要认真了 小王勾勾手 摆出了喉拳 梅芳芳双手捶胸 捶得砰砰响 显示他的金钟罩铁布山大城 可以刀枪不入 哎呦哎呦 哎呦 干嘛打我呀黄河哥 一旁的刘黄河一脚一个小朋友 把这两人差点踹翻 你们还真想打生打死啊 一个个整天不住掉 打架斗殴是要进派出所的 如果你们要打 来来来和我先打一场 要是能打赢我 我就让你们打 小王连忙摆手 谗笑道 打不赢 打不赢 黄河哥你是老大 刘黄河看向梅芳芳 梅芳芳也连忙摆手说 我也打不赢 我服输 刘黄河对他俩的态度比较满意 制止了斗殴后 让他们相互道歉 然后重新允许上车 车上 刘长江等人贴着车窗吃瓜看戏 要不是刘黄河严令禁止他们下车 他们早就跑去加油了 一行人重新上了车 这下车车安静了 没有人说话 刘黄河开车顺利把他们送到了剧组 掉头就走了 一句话不说 长江 你个好雕的样子没方方说 刘长江说 当然雕 刚刚你不是差点跪下唱征服吗 哈哈哈哈 小王故意大笑 梅芳芳顿时再次面目猙獰 这是被气的 他俩还在逗来逗去时 焦大帅已经提着零食和水果去找喜儿了 喜儿他没看到 倒是看到鞋刺里走出来榴莲和嘟嘟 这对塑胶姊妹看过焦大帅 但是次数有限 所以记不大清了 只是看住有些眼熟 他们一边走 一边转过头来 盯着焦大帅看 动作出奇的一致 目光旋即落在了焦大帅手中的零食袋上 两人一前一后经过 榴莲问嘟嘟 这个是谁 嘟嘟摇摇头 不记得了呀 好像见过 见过吗 刘刘反问 嘟嘟点头 见过Darter 666 我也觉得见过 好家伙 见过那就是我们的好朋友呀 快去找好朋友 榴莲掉头去找焦大帅 和嘟嘟一起拦住了焦大帅的路 朋友 你找谁 刘刘问 焦大帅说 是我啊 刘刘 你不认识我了 我是焦大帅 刘刘眼珠子乱转 笑道 哈哈哈哈 我认识你 焦大帅 你是来找喜儿的皮草 你个家伙 你老惦记我家喜儿 钱麻亚 你快回去 不要来找他 焦大帅赶紧从零食袋里 拿出零食贿赂 给了他两包牛肉钱和一瓶冰淇淋 又给了嘟嘟两包猪肉钱和一瓶冰淇淋 这才被榴莲允许去见喜儿 并且刘刘亲自带来 有了吃的贿赂 他就化身为带路党 尽管他其实不缺零食 剧组准备的已经很充分了 但是他享受储存零食的快乐 喜儿你的朋友来找你了 刘刘远远远的就喊了一句 然后让焦大帅自己过去 我忙住呢 你去忙 你去忙 谢谢 你让刘刘焦大帅 恭送大燕燕离开 一 还害了 是焦大帅 你怎么也来了 喜儿蹦蹦跳跳 小跑过来 我来看你呀 听说你是主演了 天啊 喜儿你真厉害 你还这么小就是主演了 我好崇拜你 还害啊 这番话把喜儿 逗弄 得乐不可知 小尾巴都翘起来了 小下巴也翘起来了 大眼睛里都是星星 喜儿 给你焦大帅把零食袋交给喜儿 是什么 喜儿问 焦大帅打开袋子 从里面拿出了芒果钱 小熊酸梅 猪肉钱 牛肉钱 山楂球 奶枣 海苔加心脆 清补凉罐头 冰淇淋 喜儿就像看多了 悲梦的口袋似的 只见焦大帅不断从袋子里掏出各种各样的零食 他都眼花了 哎呀 喜儿亮亮呛呛 要晕倒了 焦大帅吓得赶紧扶住 紧张地询问他怎么了 喜儿笑道 嗨嗨啊 你买的零食也太多了 我都头晕了呢 嗨嗨啊 第1826章少年团 焦大帅 你怎么买这么多好吃的鸭给我 喜儿笑着问焦大帅 给你买的 我妈妈说 你拍戏很累 要多吃点东西 补充能量 像这个水果 芒果钱 你要多吃 天气这么热 吃水果补充水分呀 嗨嗨啊 晓得啦 哎 你累不累呀 拍戏是不是很辛苦 不累 我和小白在一起呢 我们可好玩了 我前弟也在 他总是问我 你累不累呀喜儿 你要是累 你就说一声 我们就休息一下 又问喜儿 你想不想吃水果鸭 冰淇淋要不要吃 还害了被关心和爱包围的 谭喜儿小朋友 身上洋溢 祝喜悦 焦大帅 你来不来 你不来就没你的份了 梅芳芳要抢你的名额 远处 小王大喊一声 小王我跟你拼了 吃我一记老太隆忠 梅芳芳气得又和小王打在一起 两人相互比划各种中二的招式 但就是不近身 都想要光波打死对方 焦大帅赶紧获喜儿说了事情 然后跑去试镜 你刚才view的一下发出的是什么 张探来了 和他一起的还有角色导演兼副导演老梦 以及姜荣 以及姜荣狡辩的孟诚诚小朋友 面对张探的询问 梅芳芳解释 是光波 这是什么东西 张探问 梅芳芳说 在国外叫光波 在我们国内就是真气 张探恍然 那你直接说真气不就行了 还扯什么光波 好的 小张哥哥 差一点 梅芳芳就叫错了 小张哥现在可牛逼了 能决定他们事情成功与否 喜儿跟住焦大帅来了 要看看焦大帅怎么面试 喜儿 你一定很有经验吧 教我几招焦大帅小声询问喜儿 向这位资深小演员请教 马上要试镜了 焦大帅有些发猛 人生从没试镜过 甚至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稀里糊涂就跟住流长江来了 焦你 我也不知道呀 喜儿神秘兮兮的说 我从来没有试镜过 都是前爹喊我来 我就来这主演当的叔父 焦大帅星 说 这几个要怎么面试 角色导演老孟问张探的意见 虽然他是角色导演 但张探在这 他得听张探的 张探想了想说 他们都没有表演经验 要不这样吧 就本色出演 我看他们的本色出演就够了 都比较中二 小青的无鬼也很中二 老孟听得连连点头 一旁的江戎 对他无原则拍马屁的行为 表示鄙夷 怎么本色出演 江戎问 张探说 就让他们各自表演一段拿手的功夫 你们可能不知道 他们五个从小练武 自称是练武之人 都有自己的绝学 将容孝道 那好期待 老孟便对大院中二少年们说 那听到了吧 就每个人来一段自己的舞蹈 哦不是 是功夫就你先来吧 你叫小王吧 我看你叫的声音最大 中气很足 小王愣了愣 说 叫王不叫吧 文明你我他 老孟连忙道歉 练武之人 不是小度鸡肠的人 他听说是要自己表演绝学 当即信心满满地上前两步 走到场地中央 先朝四周的众人抱拳敬礼 像模像样的 看得众人暗暗点头 小王加油 不要丢了我们少年团的脸 小王气势很足 不像是银鸯辣枪头 一百一眼的 虎虎声威 颇有几分欺识 张探不由刮目相看 一直以来 他都以为这群中二少年 是玩票兴致的 糊弄小朋友的 没想到还真有两下子 认真起来一招一式有迹可循 看来他们或许真的练过 想想也不奇怪 现在兴趣般多的是 教功夫的不在少数 小王自爆家门 说练的是行义拳 什么老虎猴子都练过 功夫属于硬派的 小王的表演赢得满堂彩 第二个上场的是刘长江 他练的是螳螂拳 这就有点搞笑了 尽管刘长江很努力地 认真的在比划 但是肢体动作 还是让人想要笑 大家尽量忍住 忍住 然后喜儿忍不住了 他笑点低 嗨呀嗨呀 笑了两声 喜儿连忙双手 捂住自己的嘴巴子 眼珠子溜溜转 净险无辜 刘长江表演完了 他听到了喜儿的笑声 但是一点也不放心上 反而在表演结束后 特地朝喜儿抱了抱拳 喜儿呆了呆 下意识地 也抱了个小拳拳回礼 接下来是大赵表演 怕的是崩拳 梅芳芳急得抓耳挠腮 一旁的焦大帅问他 芳芳 你这么想演戏吗 梅芳芳点点头 这可是 我扬名立万的好机会 我不能错过啊 焦大帅就说 那下次武林盟主选举 你投我 我把机会让给你 我不参加 怎么样 梅芳芳一听 那当然好啊 投谁不是投呢 投 焦大帅还能趁机 打击刘长江 让那小子不帮他 没问题 梅芳芳爽快地答应了 喜不自胜 焦大帅 你不是静吗 喜儿小声问焦大帅 刚刚的话听到了 焦大帅说 兄弟情深 我把机会让给梅芳芳 那你不到我的小鬼了吗 喜儿说 什么 你的小鬼 你们演的这几个小鬼 是小青的 我是小青 焦大帅了解状况 才知道 无鬼是小青的帮手 也就是喜儿的帮手 焦大帅立刻反悔了 不想把机会 让给梅芳芳了 梅芳芳 原来你们都是 在逗我玩的 梅芳芳惨啊 当焦大帅 最后一个表演完后 张探和老孟 相容易商量 觉得挺好的 就让他们来吧 他转头一看 发现梅芳芳快要哭了 喜儿和澄澄 正在安慰他 张探便问 怎么回事 得知是梅芳芳 极度的发狂 便让他也表演了一段 然后给他找了个角色 打酱油的那种 安慰这个可怜的孩子 梅芳芳喜不自胜 算是皆大欢喜 这时候 焦大帅想起喜儿的弹腿 便问道 喜儿 你的弹腿 练得怎么样了 我厉害住呢 喜儿脆声说道 哼哼哈嘻 说着 五拳弄腿的 张探看了过来 说道 喜儿这么厉害 你上来表演表演 看看能不能打动 孟师傅 喜儿赶紧收拳收腿 嗨阿贤 我 不表演 我只是闹着玩的 第1827章 向榴莲学习表演 喜儿的花拳秀腿 看起来不像是 强身健体的 更像是专门为 卖萌而开创的 当张探邀请喜儿 练两手时 喜儿嘻嘻哈哈不肯 一旁的焦大帅 更为上心 鼓励喜儿展示两招 这可是我们的 十三路弹腿啊 我们是年轻一辈的 佼佼者 不能荒废了家传绝学 喜儿 你一定要好好练 不要害怕 练两手给大家看看 练得好 大家给你鼓掌 练得不好 我们也没关系啊 你还这么小 才刚开始学呢 以后我们加倍练习就是了 你听说过 一万小时定律吗 喜儿听过才怪呢 他人都听猛了 知道 一个清脆的声音响起 焦大帅先是一喜 旋即又稍微失落 因为回答的不是喜儿 而是不知道什么时候 来的嘟嘟 刚才就是嘟嘟在回答 嘟嘟你真厉害 焦大帅下 你不管嘟嘟是真知道 还是假知道 先夸了再说 一万小时定律 就是说练了一万个小时 我们就会变得好厉害 嘟嘟说 焦大帅 你是真知道呀 哈哈666 焦大帅还是更加关心喜儿 把十三路弹腿练得怎么样啊 在众人的鼓励下 喜儿下场了 卷裤脚 撸袖子 伸伸手臂 蹬腿 简单地做了热身运动 然后就开始表演了 哼哈哼哼哈哈 喜儿的十三弹腿不能说厉害 因为真的不厉害 感觉就是玩呢 别人看的什么感受不知道 反正当事人练得很开心 一边哼哼哈哈 一边嘻嘻哈哈 控制不住自己的笑 他可能是被人点了一个笑血 他笑得分不清南北 一个高抬腿后 亮亮呛呛要摔倒 一旁的焦大帅 眼疾手快 赶紧放下手中的零食袋子 去扶喜儿 嘟嘟 嗨嗨啊 差点跌倒了呢 谢谢你焦大帅 没事 你练得已经很好了 超出了我的预料 确实很可爱啊 江蓉说 那就这样了 小青的舞鬼就定了你们五个人 长江 你要带好你的兄弟们 多练习 不要懈怠 今后来的剧组 就听宋老师的话 他会指导你进行简单的表演训练 小张哥你放心 包在我身上 他们要是不听话 偷懒不练习 我第一个不答应 刘长江信誓旦旦地说道 看起来 小王他们谁要是敢偷懒 可能要被他打死 嘟嘟看看这个 丑丑那个 都在各自聊天 就是每一个关注他 他想了又想 低头打量放在地上的零食袋 他盯上这个袋子已经很久了 既然没有人管 放地上肯定是不要了 那他就拿走了哦 真的拿走哦 真的拿走哦 没人要吗 真的没人要吗 那我拿走哦 真的拿走哦 于是 嘟嘟拎起袋子跑了 啦啦啦啦 找胖刘刘分享 小夕古之白娘子传奇连续拍了三天 这天结束后 要休息了 再不休息 沈流流大艳艳就要罢工了 也太累了 天天拍戏 他都没有时间去玩了 还好只剩下两三个小时就收工 明后几天休息 小演员们表演起来格外有动力 张探这三天一步不敢离开剧组 天天守在这里 从开拍的第一课 到收工的最后一课 张总 吴越来探班了 副导演老孟带了一个青年过来 张探一看 是演员吴越 吴越曾出演女人三十和墨地 张探听说小夕古开拍了 我来看看大家 也是学习吴越孝导 在他身后 经纪人和好几个剧组的工作人员 在从车上搬东西 他介绍说 给大家和小演员们买的一些生活品 用得上的 张探不可能让人家拿回去 谢谢 有空你指导下小朋友们演戏 特别需要你这种老戏骨 我真是抱着学习 那心态来的 特别是小白和刘刘 虽然年纪小 但是表演有一种纯天然 那才是表演的最高境界 吴越也学会了拍马屁 以前多老是憨厚的一个人了 他话说完 忽然注意到张探脚边 有一道目光一直盯住他看 双目四对 竟然是当事人沈刘刘大艳艳 刘脸 根本吴越稍微有点尴尬 不过他是演员 变脸是基本功 很快就自然地笑道 你好呀刘刘 我是来向你学习表演的 刘脸 哈哈哈哈 666 大艳艳一边笑 一边甩给吴越一个无情的背影 镜子走了 懒得回一句话 张探笑道 你看 刘刘都看出你是在拍马屁 吴越哈哈大笑 我不是拍马屁 我是真的佩服刘刘 渐渐远去的笑声 忽然明显大了一阵 现在正是小白和小发海在拍戏 刘连和喜儿都可以协助 不过其实也不能协助 诚诚抓得可紧了 见他们谁一有时间 立刻就冲了过去 不管他们愿意不愿意 总之是要讲戏的 吴越见状 感叹说 真用功啊 小白 刘刘和喜儿将来前途不可限量 虽然知道 这是马屁话 但张探听了就是很舒服 吴越看了会儿拍摄现场 在中场休息时 安排人把带来的西瓜什么的都切开 分给大家吃 剧组的氛围一下子轻松热烈了许多 张同顺也趁机休息一下 来和张探 吴越聊聊天 张总和我正在筹备另外一个电影项目 吴越你有空吗 张同顺一边吃西瓜 一边问 吴越文言 眼睛大亮 差点把张同顺的老花眼给闪瞎了 有空啊 我档期现在失控出来的 拍完墨地后 我就一直在休息 吴越赶紧说道 万万没想到会有这样的机会 那句话是怎么说的 来住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他这不是赶巧了吗 张同顺说 哦对啊 你主演了墨地 时间会不会紧了一点 你休息够了吗 吴越 够了 够了 休息早够了 他已经无比期待张探的新剧会是个什么样的故事 同时期待起他的这个角色 会是主演吗 当期到不用 用不了那么多时间 拍摄起来的话 半天就可以张同顺说 吴越脸上的笑容不由渐渐消失 半天就拍完的角色 看来他想太多了 他抢颜欢笑 问道 什么角色啊 半天就拍完 张同顺说 快的话 半天都不需要 就一个镜头 吴越顿时心里瓦凉瓦凉的 这个老张是不是逗他玩的 张同顺对张探说 我想请吴越演剧中的那个多金的青年成功人士 男主角见到他 受了启发 才想要进入投行 张探笑道 我觉得挺好 第一 张同顺笑道 我也觉得挺好的 两人哈哈大笑 只有一旁的吴越心情漂亮不起来 但又不得不陪着两位大老笑 假笑 多少有点不自然 从这方面来看 他今天确实是来向榴莲学习的 起码榴榴甲笑非常的自然 炉火纯青 绝对不会让人看出 他心里是在说 他压得玩我压 第1828张娘子 啊哈 老张和小张 就这么愉快地定下了吴越的新角色 剧中的一个成功人士 专门为启发男主而设置的 年少多金 吴越心里多少有些失落 但还是要感谢两人 张家都是好人啊 当幸福来敲门中的许多配角 都要确定人选 在确定了吴越客串的角色后 张探和张同顺敲定了女主角 这女主角不是剧中的女主角 而是男主角的老婆 人选是张宇辰 张宇辰也是张探熟悉的女演员 白娘子传奇中的白娘子 就是她演的 此外 剧中还有几个重要的配角 像是男主角的顶头上司 投行的老大 这个角色有人自荐 是一位名叫曹孟磊的老戏骨 曹孟磊是由张愣炎推荐的 他们是老朋友 曾经张愣炎默默无名时 在北平拍舞台剧 所投靠的就是曹孟磊的舞台剧工作室 曹孟磊是曾经的老影帝 五十多岁了 近些年渐渐淡出荧幕 专心搞起了舞台剧 这回不知道怎么心血来潮 经张愣炎的推荐 和张探联系上 自荐出演这个角色 张探很尊敬曹孟磊这种老戏骨 人家的形象和演技 都完全可以驾驭剧中的角色 所以便爽快地同意了 小戏骨制白娘子传奇剧组 休息了两天后 再次开拍了 这将是暑假最后的一次拍摄 因为再过两天 学校就要开学了 小演员们都要陆续入学 到时候就只能在周末抽空拍摄 一大早 小白昏昏沉沉地跟在张探脚边 小朋友还沉浸在睡梦中呢 昨晚何喜儿一起睡 两人鼓到了大半夜 到很晚才睡 以至于现在一个个饭款 而谭喜儿小朋友 已经被他前爹 扛着肩上 塞进了车里 谭景儿坐在后排 照顾两个小朋友 为他们加油鼓劲 让他们打起精神来 拍戏的新鲜感过后 小朋友们就有些烦躁了 小白何喜儿算是很懂事的 没哭没闹 当他们来到剧组时 刘刘已经到了 正在生闷气呢 大燕燕也不想来 抵出来剧组 但是被朱小静强行带了来 我想玩鸭子我好想玩 刘刘对天说 嘟嘟推着手推车来了 站在旁边 安慰榴莲要加油鸭 吃点东西 刘刘看了看小推车 现在他连吃东西都打不起精神 嘟嘟推着小推车就走了 程程也来了 精神抖擞 看到榴莲就说要给他讲戏 啊我的妈呀 我不听我不听 刘刘瞬间戴上了痛苦面具 拍小孩子的戏 最大的痛苦就是这个 小朋友的情绪难以捉摸 瞬间变脸 说不前就不干 张同顺去和张探商量 两人寻思办法 张探灵机一动 提议说去买一台移动的卡拉奥K机来 刘刘喜欢唱歌 经常陶醉在自己的歌声里 有了卡拉奥K机 他肯定是有精神的 果然 当卡拉奥K机被嘟嘟推到刘刘面前时 刘连顿时来了精神 当即表示要高歌一曲 啊 啊 西湖美景 三月天呀 啊 啊 刘刘是爽了 别的小朋友却更得暴躁了 比如小白 小白跑过来一看 说 刘刘 刘不要唱了吧 哈哈 三天月天 压西湖美景呀 刘连更加来劲 小白健壮 夺过麦克风 也唱道 娘子 啊哈 后面一句不会唱 就把麦克风递给嘟嘟 嘟嘟 小白拿走他手里的麦克风说道 嘟嘟你唱错了 你别先蒙混过关 喜儿 你来 喜儿当人不让 当即来了一句 尤为摩托该改哈特 You will know not third 没谁听懂他唱的这句是什么东西 但是听起来像是英语 说到英语 闺蜜团中最好的应该就是喜儿 虽然她的英语中是疯很浓 啊 你好烦呀小白 刘刘真是烦小白 她唱歌唱得开开心心 小白又来捣乱 好老实喊她娘子 小白 哈哈 娘子 你烦啥子脸 榴脸 小白 娘子 你说话塞 你浪哥瞪着我呢 榴脸 小白 娘子 榴脸 刮娃子 屁儿黑 老子匡匡给你俩儿识 小白话还没说完 榴脸就已经撒腿跑了 她既然打算回敬小白 就做好了被小白追杀的准备 只是刘刘高估了自己的逃跑速度 虽然启动得早 早有预谋 但是很快就被小白赶上来了 吓得嚷嚷大叫 啊 不要来追我呀 不要追我 刘刘被抓住了 和小白纠缠在一起 生生催人类 嘟嘟 喜儿等人闻声 都赶走了 朱小静见状 不动如山 小朋友们都去了 她家的榴脸就不会被打死 而只要不被打死 她就不放心 果然 过了阵子 她家流流活着回来了 生龙活虎的 不像是挨了打的样子 这家伙一回来 就找到嘟嘟的小推车 在上面找吃的 经过这么一闹 小朋友终于有了一些精神 张童顺立刻全部抓来拍戏 在剧组 他们都不是小朋友 他们只是工具人 终于到了中午 吃饭的环节又到了 小白摇身一变 成了豆腐小西施 做了小厨娘 站在白健平身边 帮忙给小野人们打饭 嘟嘟要多吃一点 给你打多一点 小白接过嘟嘟的餐盘 给他打的分量很足 嘟嘟连忙感谢小白 端住餐盘 兴高采烈地坐到一边吃去了 排在嘟嘟身后的是喜儿 喜儿请求道 小白 你给我打少一点 嗨阿贤 我谢谢你 傻子 你要吃多一点 好的 给你打多 一点 于是 小白给喜儿打多了 喜儿苦住脸 端住餐盘也走了 走之前 对排在他身后的刘刘说 刘刘 我等你哦 刘刘心照不宣地点点头 他大步上前 把一个金灿灿的波放在案板上 小白 溜溜 小白看看这个金灿灿的波 再看看溜溜 问道 你住啥子 刮娃子 榴脸 打饭鸭 刮娃子 小白 你拿这个打饭 榴脸 六百六十六 是的鸭 小白 这不是黄涛的金波吗 黄涛 黄涛 在 队伍中 光头黄涛举起了手 小白问 你的金波波怎么在这里 被榴脸拿走了 黄涛敢怒不敢言 说 是我借给刘刘吃饭用 小白 刘刘 哈哈哈哈 六六六 打饭 怎么呢 小白 你不给打饭吗 那我走咯 不来咯 不拍戏咯 你爸爸要哭咯 我真的走了 还不给我打饭吗 这家伙上午是和黄涛拍白娘子霍发海的戏 在剧情中 好几次被发海用这个金波收了进去 小白和喜儿就在一旁说要做波波 顿溜溜 溜溜这能忍 他立刻就恨上了这只金波波 吃饭的时候强行借走了金波波 要用这个吃饭 第1829章 吃喝玩乐小儿推拿 霍霍霍 我看你拉个吃饭 小白暗戳戳地笑 往榴莲的金波里打了饭菜 这金波波这么深 吃饭很不方便 我就这样吃 呀再这样吃 再这样吃 还可以这样吃 溜溜当众示范 它是如何用金波波吃饭的 既可以用筷子吃 也可以用汤匙吃 还可以埋头进去吃 还可以捧起来往嘴里倒住吃 可以吃的方法多得很呢 瞧把他得意的 爬开 爬开 我还要给别的小朋友打饭 小白挥手 赶仓意识地把刘刘赶走 哼 刘刘傲娇地捧着自己的金波波 龙行虎步 小演员们都看了过来 目光落在他的金波波上 然后又刷的一下 全部看向了黄涛 黄涛的一张圆脸 此刻仗得通红 像是猴子屁股 太屈辱了 大家都知道 这个金波波是他的法器 是他收服缩老二的法宝 但是 如今这个法宝被缩老二抢了走 用来吃饭 实在是太丢脸了 这让他法海的名头 黯然失色 简直是站在他的光头上尿尿 然而 他又能怎么样呢 只能打落牙齿 喝住血泪吞了 好家伙 刘刘 你的饭碗 怎么跟我们的不一样 张探过来查看小朋友的伙食 一眼就被金灿灿的金波吸引了 哈哈哈哈 厉害多 这是我的碗呢 哈哈 刘刘得意洋洋 握着汤匙的手臂伸到金波波里 大半截手臂都下去了 才挖了一汤匙饭菜出来 也挺辛苦的就是 看住好眼熟 这是拍戏的道具吧 法海的金波 张探认出了这个金波波 哈哈 刘刘更神采飞扬 眉毛 鼻子嘴巴和眼睛都在动 我打败了法海 抢了他的金波波 哼 谁说缩老二打不过他呀 说的呀 这家伙 神气活现的 张探 这东西用来吃饭 会重金属中毒不 榴莲 谁敢给我下毒 哼 我会飞呢 这个金器有毒的吧 不行 老孟 老孟 张探 喊副导演老孟 问他 这个法海的金波 不能用来吃饭吧 老孟一看 联盟说 肯定不能用来吃饭 金器是刷上去了 这个吃到肚子里会中毒 快给我 说着 他一把抢走了榴莲的饭碗 敢抢榴莲的饭碗 一般情况下 榴莲是要发飙的 轻则罢演 重则叫来警察叔叔 但是 这次他却什么也没做 只是呆呆愣愣的 他的双手还保持 捧住金波波吃饭的姿势 但是手中的金波波 已经不见了 勺子还在手里 嘴里的饭菜 还没完全咽下去 嘴角的残余饭里 显示刚才的饭菜 十分的可口 霍霍霍 娘子 你的饭碗没了 你真惨呀 真的 你真的惨呀 你哭不哭 小白暗戳戳的来了 端住饭碗在溜溜身边 一边吃 一边嘲讽 刘刘看了看他 抓了抓嘴角 把那粒饭塞进了自己的嘴里 砸吧砸吧 问张探 张老板 我的饭碗没了 我吃什么 张 探说 你再去找白舅舅 让他给打过一份饭菜 刘刘又问 我会不会死呀 这时候 嘟嘟担忧地说 不会 刘刘 你不会死 但是你的眼睛会一直大 一直小 你的鼻子会变成红鼻子 你的头发会一把一把地掉 你的皮肤也会变得破破的 你的膝盖站不起来了 你拉巴巴拉不出了 你的牙牙也掉光了 你还会流鼻血 不等嘟嘟说完 刘 刘赶紧跑了 越听越吓人 是故意来吓唬他的脱落 下午五点半 剧组的铃声响了起来 零零零零 刚好一幕拍完了 张童顺便用打喇叭说道 下班了 收工 回家 笑 演员们轰然散去 小白也拿着一个小喇叭 在剧组里转悠 大喊 下班了 放学了 不拍了 各回各家 同学们 开学快乐哦 暑假结束了哦 本来开开心心的流流等人文言 顿时心的 烦恼又来了 是啊 要开学了 小野园们的家长早就来到了剧组 此刻一收工 大家领了自家的孩子纷纷离开 只想玩 不想工作 闺蜜团没有散去 而是聚在一起集中 因为张老板说了 要请他们吃饭 还要吃喝玩乐 小儿推拿 刘长江等人本来要走的 但是也被张探留了下来 请他们一起 喜儿 你的东西都拿了吗 拿了 都在包包里呢 小白和喜儿背住书包 从休息室里跑了出来 他们刚才收拾自己的东西去了 小白过来一看 小米和嘟嘟都在 但不见榴莲 榴榴呢 嘟嘟指了指车上说 榴莲在车上 他说他要开车先去游 榴等不急了 小白走过去 往车里探头查看 只见榴榴躺在车后排 见到他来了 立即催促道 小白快点呀 你们真是慢吞吞的 我们要出发了 再溜溜的催促下 张探 等人出发了 先去了吃晚饭 然后请小朋友到江边的广场上散步 江边广场上十分热闹 各种小夜滩让人目不暇接 东西琳琅满目 小女生们都买了会发光的兔子耳朵或猫耳朵 吊了小金鱼 看了便戏法 玩得尽兴 最后一程是雷打不动的小儿推拿 店还是那家老店 一进门 人家就知道是老顾客们来了 不用多说 带了小朋友们就进了推拿房 一排趴好 开始推拿 哎呀 我要是有钱了 天天来这里按摩按摩 流流感叹 被按得舒服极了 嘴里哼哼唧唧 嘟嘟问他 胖流流 你请我来按摩按摩吗 请呀 请大家 都来 谁也不准不来流流大手一挥 十分的豪迈 小白说 我要是有钱了 我就开一家这样的店 小米问 开这样的店干嘛 小白说 赚了钱再开一家小红马塞 小朋友们议论纷纷 畅想着自己有钱了会怎么样 在外面等候的刘长江等人 终于等来了接他们的刘黄河 他们没好意思做小儿推拿 因为他们都认为自己不是小儿 他们是大侠 做这个简直是奇耻大辱 第1830章摇人 晚上九点多 快十点了 一行人才各回各家 张探和小白先把谭家小姊妹送到家里了 喜儿已经困得不行了 被子子背住 趴在子子的背上睡住了 张探要背 但是谭景儿不让 坚持自己来 看他背住喜儿有些吃力 喜儿虽然瘦小 但是毕竟也这么大了 体重上去了 对谭景儿这样的小女子而言 已经不是小时候那么好背了 送谭家小姊妹回到了家后 小白来到隔壁窜门 门没关 刚好看到白剑平在躲藏什么 霍霍霍 舅舅 我看到你在偷偷喝酒 小白暗戳戳地说 刚才进来时 刚好看到白剑平拿着一瓶小瓶酒 靠在摇椅上 一边看电视 一边美滋滋地自饮自着 忽然看到小白和张探出现 吓得连忙把小瓶酒塞到了屁股下 但还是慢了一步 被小白看到了 并且点破了 白剑平吓了一跳 连忙往浴室的方向张望 因为马兰花正在里面洗衣服 还好没被听到 须替舅舅保密 白剑平欲笑道 霍霍霍 小白点点头 巴拉白剑平 从他身下找出了小瓶酒 湿了 哈哈 舅舅 你裤子湿了 哎呀 糟了 我没有盖 盖子 刚才的酒瓶没有盖上盖子 洒出来了 我去拿毛巾给你擦擦 小白跑去卫生间 孝心感人 白剑平刚欣慰 但不到一秒钟 就变得亡魂接茂 因为只听这个瓜娃子的声音 从里面传出来 舅妈你看 舅舅在偷偷地喝酒 被我和老汉抓到了 你快惩罚他 说完 这瓜娃子就跑了出来 把小瓶酒上交给了舅妈 穿 过客厅时 我还幸灾乐祸的侧头 朝白剑平笑 说道 我老汉在这里哦 我老汉看中呢 这是以老汉维护身符 快速逃离了这里 下了楼 走在巷子里 张探说 你怎么出卖你舅舅 小白说 放心塞老汉 舅妈才不会骂舅舅呢 他不舍的 结果他话音刚落 两人就听到楼上的窗口 传来马兰花的吼声 小白和张老汉对视一眼 尴尬地哈哈笑 岔开话题 不聊这个了 小红马学员里 此刻正是回家的高峰期 还几个小朋友 在家长的带领下回家 有一个小男孩 看到刚好回来的小白 主动挥手打招呼 小白你去干嘛了 怎么才回来 我要回家了 拜拜 路上小心哦 小白挥手道 送别对方后 张探问他 那个小男还是谁 小白说 那是小狐鸭 张探现在对小红马里的小朋友 已经远远没有小白熟悉 小白几乎每个小孩子 都能叫出名字 门清 才回来啊 老李问道 他还住手在港亭里 拍完戏 请他们吃了饭 张探说 小白 把手里的东西 给李白白啊 哦 对呀 给你 李白白 小白把手中提着的便当 交给老李 这是为老李准备的宵夜 刚才在巷子里买的 还热乎乎 给我的 哈哈 谢谢 老李惊喜 你辛苦了 李白白 小白说 不辛苦 这是我的工作 谢谢你买给我的宵夜 老李客套的 难得小白这么懂事 关心起他的工作了 小白点点头 笨 不用谢 你工作做得好塞 老李怎么觉得 这话那么像是的老板说的 张探和小白回到了家里 洗漱过后就上床睡觉了 休息两天后 学校就将开学 第二天 早上吃早餐的时候 啥子 要我说话 我说啥子脸 小白震惊了 嘴巴里能塞下一个鸡蛋 张探点点头说 没错 就是要你讲话 刚才是你班主任打电话来说的 我都没有做好准备呢 小白渐渐冷静下来 加上今天 这不是还有两天时间吗 张探说 小白的班主任打电话来说 想请小白作为学生代表 在开学典礼上 上台讲话 大意是欢迎刚升入小学的小朋友们 以及代表学生们宣誓 要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至于为什么选了小白 可能是依照知名度来的 M好像也不完全是 因为如果是依照知名度的话 那流流应该也有很大的机会 所以应该是依照知名度 在结合本人的可靠程度来的 我 我有多少学生来住 怎么算也有一两千人吧 斯哈 我 我行不行啊 小白不自信了 我觉得你没问题 这么点人 你怕什么 要知道你怕的电影电视剧 有好几千万人看呢 你还怕这一两千人 霍霍 也是有 小白想了想 好像确实没有那么可怕 但是 这不好听 小白既然说了这句话 那就是表示没问题了 小白吃了早餐 就开始摇人来帮忙 第一个摇的便是热心肠的鬼点子小能手 谈喜而小朋友 这位信坛的小朋友一听事 要为小白写讲话稿 立即兴致勃勃 当即赶来 第二个摇的人是小米 小米是三好学生 她能给小白很多好的建议 第三个摇来的人是程程 程程演讲有一套 所以必须要有她 其他的小闺蜜就不叫了 叫了也没用 嗯 其他的小闺蜜也就剩下 榴莲和嘟嘟塑胶姊妹二人组 这一天 四个小朋友几乎都是在商量演讲的事情 在张探的帮助下 他们上午写好了演讲稿 下午再练习怎么演讲 其实 张探想的都没有小朋友想的戏 他只是想到了要把讲话稿定下来 至于排练 他没想太多 但是小白几人却非常认真的在排练 模拟当时的现场 张探在一旁帮忙打下手 尽量不打扰他们 让他们自己发挥 自己思考 自己落实 当傍晚时分 他被拉去作为观众时 看出小白在模拟的讲台上 一扬顿挫的演讲时 不经刮目相看 还真是应了那句话 三个臭皮匠抵个诸葛亮 张探提了三点小建议 完了他觉得已经很好了 可以了 但是小白依然不放心 申请要在学员里 现场再模拟一次 他自己去找园长黄仪 巴拉巴拉努力说服了黄仪 在黄仪和小刘老师们的帮助下 他终于在晚上八点钟 站上了临时搭建的小讲台上 拿着一栋卡拉OK机的麦克风 对筑底下被强制安排来当观众的小朋友们讲话 同学们 我们要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当早上六点钟的太阳 当含苞待放的花朵 当早起的小鸟儿 阿同学们 第1831章那一年 他双手插兜 小白站在高高的舞台上 对住麦克风正在发表演说 他是身为学生代表 欢迎新一批的幼儿园小豆芽们 升上小学 同时表决心 要好好学习 他情感丰富 语调一扬顿挫 有时情绪高昂 有时情绪低落 低落是为下一个激昂做准备 坐在舞台上的学校领导者 不由暗暗点头 交头接耳 说不愧是知名小演员 这台词功底很棒 小白还做不到完全脱稿 他手上拿着演讲稿 那是凝聚了好几个小朋友的心血 他偶尔也拿起来看一眼 不用担心 他看讲话稿和讲话衔接的 非常自然流畅 毫无影响 昨天已经排练过很多次了 被诚诚修正了无数次 当操场上的掌声响起来 小白趁机快速撇了一眼讲话稿 引入眼帘的是一个大大的笑脸 于是他赶紧脸上重新挂上笑容 这笑脸是喜娃娃执意要求写上去的 不然他可能会哭 像这样的笑脸 在通篇讲话稿中不下于十次 是喜娃娃提醒小白 讲话的过程中要面带笑容哦 小白虽然不喜欢在演讲稿里画笑脸 但是为了让喜娃娃开心 就让他画上去了 懒得擦掉 就当是小猫小狗 在大人的演讲稿上涂鸦歪 虽然没什么作用 但是起码能增添了一些童趣 小白呛了一眼这个精致的笑脸 赶紧在自己的脸上挂起笑容 对住麦克风大声说道 同学们最后我给大家讲三点要求塞 说完小白就意识到 不对 这个塞是不能说的 程程和小米强调过很多次 让他一定要注意 他前面都注意了 但到了这里就忘了 下意识地说了 在学生群体之后 是黑压压的一片家长们 张叹就站在其中 在他身边的是谭锦儿 丁家敏和孙东东 朱小静等人 张叹和谭锦儿都举着手机 对住讲台上说话的小白录像 这将是小朋友的成长经历 很有留念意义 谭锦儿个子小 站在人群中 位置不靠前 所以必须要手高高举起 只是总会不知不觉落下来 镜头这时 就会被前面的后脑勺挡住 给我 我来把张叹说道 一伸手就把举到他面前的手机 拿走了 他一手一个手机 对住小白录影 谭锦儿笑了笑 没说什么 悄悄地揉了揉自己的胳膊 举了这么久 有些酸了 他动作隐蔽 但还是被身边的丁家敏发现了 丁家敏二话不说 不轻不重地给他捏了捏胳膊 眼睛依然盯着舞台上 看也不看他 男友力十足 谭锦儿和孙东东 一直在人群中 寻找他们家的小朋友 谭锦儿找到了 孙东东到现在还没找到 喜儿站在队伍的最前排 很好找嘟嘟不知道站到哪里去了 但肯定不是第一排 此刻的赵小姐 正身姿鼻挺 脸色坚毅 她看住小白站在舞台上 于万众瞩目中 给小朋友们讲话 于有容烟 脸上神采奕奕 时不时点头 说一声好 到一句讲得对 到了后面 光这样已经不过瘾了 她开始跟住小白讲话 小白讲一句 她跟一句 声音渐渐大了 周围的小朋友们 有意不意 站在她前面的是喜儿 他们两个是一个班 但是中间隔着 12345678个小朋友 他们这一块都是小不点 豆芽菜 在幼儿园 他们是小姐姐了 但是升入了小学 又变成了底层小可爱们 在今天的操场上 他们站在最中间 两边被高年级的小朋友包围 显得就更小了 而那位谭姓小朋友 更是站在队伍的最前面 第一个 谭喜儿小朋友认为 这个位置非常的好 小小的胸膛高高挺起 充满了骄傲和自豪 她已经是第五次 对站在她面前的班主任老师说 台上这个是她的好朋友 以至于当喜儿张嘴 还没说话 她的新任班主任就抢先说道 你的好朋友小白说得很对 你们要好好记住 喜儿把倒嘴的话咽了回去 点 点头 夸奖班主任老师很聪明 知道她想说什么 在喜儿身后 隔着两个小朋友的 是孟诚诚同写 诚诚再认真地听了小白的讲话 为她的登台骄傲不已 又为她的讲话而自豪不已 她心里盘算着 哪一句是她写的 哪一句没照她的要求来写 前一句讲得多好 后一句也太无聊了 嗯 这样的讲话其实没意思 她开始渐渐走神 想到了小西谷的剧本 还是剧本有意思呀 听说张老板家里有很多这样的剧本 她要怎么样才能说服张老板 拿给她看呢 在他们隔壁 是小学二年级的小哥哥 我小姐姐们 这其中 就藏着沈流流大艳艳 她那么大一个艳艳 只能站在人群中 真是高手寂寞啊 她不经双手插兜 目光扫过四周 不知道什么叫对手 在她不远处 站在小米 小米在非常认真地听小白讲话 关注小白的一言一行 为她感到紧张和激动 担心她下一句会不会讲错 会不会紧张到街吧 哎呀 多说了一个塞 哎 真是比她自己上台都紧张 不知不觉中 她的手心出汗了 终于 足足十分钟过后 小白才把讲话搞念完了 真是不容易啊 操场上掌声雷动 小白深深聚了一躬 主持人是副校长 她走上前说道 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 感谢白春花小朋友的精彩讲话 白春花 白春花好样 第一 原来小白叫白春花呀 白春花是谁 小白 白春花 白春花讲得好好 白春花是不是演白娘子的那个 她是许仙 白娘子在许仙子那里 榴莲 人群中 小学生议论纷纷 小白回到自己的座位坐下 开学典礼继续进行 下一个上台演讲的是校长 校长式的大胖子 风趣幽默 逗弄得小朋友们哈哈大笑 张探觉得 有这么一个校长 这学校的管理应该会很有趣 终于 开学典礼结束了 班主任老师们有条不紊的安排各班退场 家长们也纷纷散去 不是离开学校 而是到教室里 准备开一个简短的家长会 第1832章 我亲爱的贾书分 锦儿 手机给你拿着 张探把手机还给谭锦儿 一行人一起离开 跟在小朋友们身后去教室 操场上闹哄哄的 叽叽喳喳 热闹极了 张探一行人来到小学二年级的教室 张探侧头一看 看到谭锦儿和孙东东也跟住来了 不禁说道 喜儿和嘟嘟是一年级 他们在那边 啊 哦 谭锦儿恍然 这才想起来 他们家的谭锦儿小朋友和赵成都小朋友 是小学一年级的 教室在另外一边 谭锦儿和孙东东连忙赶去一年级的教室 找到了喜儿和嘟嘟班上 这时候 谭锦儿停下脚步 对身边的孙东东说 怎么没看到成成的爸爸 刚刚还在那孙东东摇摇头 他也没注意到 孟广星 两人停下 目光四处搜寻 孙东东不愧是弓箭手 眼力剑很厉害 先在人群中发现了孟广星 他朝孟广星挥手 谭锦儿也看到了 大声喊道 孟大哥这里 孟广星慌张张 额头满是汗水 他刚才跟住人群走丢了 这会儿才找过来 还好 还好 没有迟到孟广星擦了擦额头的汗水 有些尴尬的 朝谭锦儿和孙东东笑了笑 他一个大男人竟然走丢了 实在是难以启齿 谭锦儿没有多问 多问人家会很尴尬 我们进去吧 三人走进教室 教室里满满当当的 塞满了人 大人和小孩子坐在一起 小孩坐在课桌后 而大人坐在走道里 你们好 是哪位小朋友的家长 班导师是个年轻的女老师 看起来像是师范刚毕业 脸上还有婴儿肥呢 她话音刚落 就感觉有人在扯她的裤子 低头一看 只见坐在最前排的谭锦儿 小朋友喜滋滋地说 老斯 这个是我的子子她 就是她 她叫谭锦儿 这个是嘟嘟的妈妈 她的妈妈是个射箭的高手 这个是诚诚的爸爸 我们都叫她成爸 谭锦儿小朋友真热情啊 一口气就把三位家长介绍完了 班主任老师笑容不止 她还没来得及认识班上的小朋友呢 但是对眼前这个爱笑的 谭锦儿小朋友已经记忆深刻了 之前在操场上时 就一直找她聊天 叙叙叨叨的样子 那快坐下吧 班主任说 谢谢老师 谭锦儿等人找个位置坐下 谭锦儿在喜儿身边的走道上坐下 那里放了一张小凳子 嬉嬉 她一坐下 喜儿就给了她一个大大的笑脸 得意地把胸前的一朵小红花亮了出来 小猴子献宝似的 看 姐姐 是老四给我的小红花 因为我笑得好开心 谭锦儿心说 光笑一笑 也能得小红花 孙东东在嘟嘟身边坐下 她一坐下 嘟嘟就认真地跟她说 妈 我想好了 我以后要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当早上六点钟的太阳 我还要好好认字 学习英语 认字跟流流学 英语跟喜儿学 看来她是真的把小白的话听到心里了 而不是左耳进右耳出 只不过 她学习的对象 好像都选错了这么学的话 她可能永远不会写都字 永远是那个迷失的都 至于成成 只是淡淡地瞥了一眼 不断擦汗的老孟同志 然后继续神游天外 当老孟逐渐缓过来后 发现一只水壶出现在了自己的面前 是成成的 老孟把水壶推到成成身边 小声说道 爸爸不可 成成一下没作声 第二下才淡淡地说 树下的狐狸说她不想吃乌鸦的肉 老孟 这时候 家长们陆续到齐了 班导师站上讲台 看人差不多到齐了 就说道 各位家长 各位小朋友们 大家好 很高兴认识大家 我就是你们今后的班主任老师 我的名字叫 同时 张探等人也在开家长会 他和丁家敏 朱小静坐在一间教室里 他坐在小凳子上 腿身不直 别提有多少难受 书分 回川鼠了不 回了塞 郎哥没来找我耍呢 你喊谁书分 你塞 你就是我的书分塞 书分 假书分 我亲爱的假书分 忽然 歌声戛然而止 因为他看到张老汉 面无表情地盯住他 这是你老汉吗 小白 霍霍霍 你猜塞 刮娃子 你是谢小旭吧 张探问道 谢小旭怕怕地点头 赶紧缩了回去 不敢再回头找小白说话 张探盯着这刮娃子的后脑勺 以前就是这刮娃子 教小白唱假书分 今天既然胆敢当住他的面 对小白唱 是堵他不敢抽出 四十米长大砍刀吗 谢小旭瑟瑟发抖 如果眼神如刀的话 他已经被插成了刺猬豪猪 嘻嘻 谢小旭的同桌是个小女生 叫王倩倩 一年级的时候 常带家里做的精致便当来学校 请小白吃 他看见调皮捣蛋的谢小旭耸了 幸灾乐祸 回头看了一眼张老汉 小生对小白说 你爸爸好厉害呀 小白点点头 自豪地说 他一拳一个小朋友 话音一落 四周的小朋友都看了过来 张探立刻成了一个怪叔叔 坐在一旁的丁家敏窃笑 而远处的朱小敬 则有些无语和百无聊赖 他无奈地看了一眼 沈刘刘大燕燕热情地 给四周的小朋友签名 这么无趣的一件事 不知道沈大燕燕 怎么就这么津津有味 陶醉其中 他要是在学习上 有这种耐心和毅力 学习成绩一定名列前茅了 不过 他没有阻止 因为至少可以助推刘刘 把自己的名字练好 然而 当他无意中看到他的签名时 顿时怒了 这瓜娃子 签的名字竟然是沈溜溜 教室里闹哄哄的 乱成了一锅粥 经过了丰富多彩的暑假 大家重新聚在了一起 自然有很多话要说 有很多开心的事情要分享 而家长们也没闲着 不断有人找上张探 问他 你是不是拍电影的那个张探 一年级的时候 他们终究有很多人认识了张探 只是当时没 怎么太注意 经过了暑假的白娘子传奇收视风暴后 张探才开始走进普通家庭的目光中 加上小白的光彩夺目 他沾了光 也被家长们渐渐熟知了 得知就是那个拍电影的张探后 请求合照是少不了的 先聊几句 问一问拍电影的事情 还有的甚至毛遂自荐 觉得自己演技不错 问是不是有机会客串角色 第1833章小学的第一天 张探参加小白的家长会 其实大家都是认识的 这群小朋友在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就在一起 老师也是原来的老师 所以没有自我介绍 但在一年级的班上 此刻正如火如荼的 开展自我介绍的环节 其中 第一个自我介绍的 就是谭喜儿小朋友 谁让他坐在第一排 他神采飞扬 一点不怯场 洋洋洒洒说了一对 我来学校 是来交朋友的 喜儿说 班主任委婉的纠正 学习也很重要 喜儿点点头 但是说的话却是 我最喜欢交朋友 我要和大家交朋友 我们都是好朋友 班主任又说 看来谭喜儿同学 是个非常开朗外向的女生 她一定乐于助人 也是非常受欢迎的 喜儿点点头 觉得老师说的太对了 这就是她呀 那大家都想跟谭喜儿同学 交朋友吗 班导师问道 为喜儿制造声势 她对谭喜儿同学 非常有好感 尽管刚才开学典礼上 这位小同学 总是找她聊天 但是却让人烦不起来 因为喜儿的笑容 太治愈了 说话萌萌的 让人印象深刻 爱笑的女孩子 运气都不会差 这话就是说喜儿的 喜欢 我想和谭喜儿交朋友 我已经认识喜儿了 我们都是好朋友 教室里刷的一下 举起了无数双小手 小乃音四起 小朋友们争先恐后表示 要和谭喜儿同学交朋友 这让喜儿喜出望外 心情美丽的不要不要的 她最喜欢交朋友 广交朋友 朋友越多 她越开心 谭喜儿同学 开了一个好头 教室里的氛围起来了 很热烈 同学们一个接着一个 做自我介绍 讲自己的名字 年龄 兴趣爱好和特长等等 我的嗜好是画画 我的特长也是画画 我的嗜好是养花 我的特长是写字 我的嗜好是运动 运动让我们健康 我的特长也是运动 我喜欢跑步 我的嗜好和特长是熬夜 我熬夜特别厉害 可以两天两夜不睡觉 我的嗜好是看书 我非常喜欢看绘本 我喜欢看电视 每天 看 电视我都要和我妈妈抢 我最近迷上了白娘子传奇 我好想也变成蛇惊亚 小朋友们的兴趣爱好 和 特长五花八门 但基本有一些共同之处 比如都喜欢小动物 都喜欢花花草草 都喜欢看书看绘本 都喜欢熬夜不睡觉 轮到嘟嘟时 嘟嘟站起来说 她的嗜好和特长有 跑步 划船 射箭 跳远 跳高 滑板 唱歌 跳舞 举重 骑脚踏车 等等 同学们都惊呆了 看神人似的看住嘟嘟声 别说他们会不会这些项目吧 甚至听都很少听过呢 班主任也惊讶了 仔细打量了这个小同学 才发现他确实与众不同 神采奕奕 元气满满 浑身散发出朝阳的气息 像一只小豹子 看来我们的赵成都同学 非常喜欢运动 是一名运动健将 将来学校开运动会 赵成都同学 就受我们的代表嘟嘟听了 立即认真的点头说 我一定 永征第一 班主任笑着点头 还真是个认真的小同学 嘟嘟之后 别的同学继续自我介绍 到了诚诚 诚诚非常的淡定 说她喜欢看书讲故事 随着同学一一自我介绍 班上终于都结束了 班导师老师开始对家长说话 幼生小是非常关键的时期 幼儿园小朋友们比较自由 到了小学不一样 他们要学会规矩意识 独立意识 这些是需要培养的 不仅是学校 而且也是家庭需要做好的 我们双方共同努力 才能快速培养这些意识 在这过程中 一定会遇到很多的问题 对家长而言 最大的问题 可能就是耐心了 大道理我不讲了 我今天准备了一篇 很好的文章 想与大家分享 我们一起共勉 班主任说完 家长们多露出 认真在听的表情 班主任说 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文章 名字叫 牵一只蜗牛去散步 这名字很奇特 上帝给我一个任务 叫我牵一只蜗牛去散步 我不能走太快 蜗牛已经尽力爬 为何每次总是那么一点点 我催它 我唬它 我责备它 蜗牛用抱歉的眼光看着我 庞福说 人家已经尽力了吗 我拉它 我扯它 甚至想踢它 蜗牛受了伤 它流着汗 喘着气 往前爬 真奇怪 为什么上帝叫我 牵一只蜗牛去散步 他的文章分享完了 家长们都若有所思 班主任给了大家 一些思索的时间 然后才继续说道 今天的家长会就到这里 下面呢 我们要发书了 请同学们排好队 一一来领取 家长不要带帮 你们可以解散了 谭锦儿 孙东东和孟广兴 离开教室 三人都是三不一回头 对教室里的小朋友 十分的不放心在外面 张探等人已经在等住了 别担心 他们来上学 别提 有多高兴张探安慰到 谭锦儿一想 确实是 喜儿确实对来上学 非常的开心城 城和都督也是一样 都督喜欢交朋友 城城喜欢给小朋友们讲故事 只有一旁的朱小静面无表情 因为要说对上学最抵触的 那应该要数他们家的那位 昨天晚上就一直在哀声叹气走吧 我们去准备一下 放学后 给小朋友们一个惊喜 张探说 他们约好了 离开学校后要去买一些东西 一年级的教室里 同学们正在排队领取新书呢 喜儿因为位置靠前 所以排在了队伍的最前面 这个小朋友一听到要领取新书 立即兴奋地站在了过道里 小兔子似的 动作真快 这是你的语文书 这是数学书 这是英文书 班主任老师把一本新书交到喜儿 很快就落得高高的了 喜儿喜滋滋地抱着新书 笑容满面 像是领到了宝物似的 拿好了书就到座位上坐下 班主任说 好 喜儿喜滋滋地回应 坐在座位上 欣喜地翻阅自己刚领来的新书 一切都充满了新鲜感 第1834章 《蜗牛与黄药鸟》 刚发了新书 谈喜儿小朋友格外的兴奋 他神情骄傲 自豪满满 为身为一个小学生而自豪 他的梦想就是快点长大 成为一个大孩子 现在 他发现自己的梦想正在一步一步实现 先从小学一年级开始 他翻阅桌上的新书 有语文 数学 英语 美术 音乐 等等 每一本都是新的世界 奇妙的世界 让他沉醉 他最喜欢的还是英语 翻来英文书 他情不自禁地念了看到的英文字母 他突然发现 树上的好多英文字 他都认识呢 子子以前都教过他 看到那些卡通小人对话 问好阿优 好欧德阿优 他都知道其中的意思 他心中的骄傲 已经要溢出来了 情不自禁地侧头 对身边的同桌小女生说 迷失的胡 好欧德阿优 同桌小女生姓胡 小胡猛圈了 大眼睛里满是迷糊 听不懂喜儿的英语 啊 欧德阿优 喜儿又问 见小胡还是猛圈状态 于是用中文问他 你几岁了 我 六岁了 小胡说 说完又不作声了 笨 小胡是个内向害羞的小女生 于是喜儿说 你快问我几岁了呀 小胡 喜儿 你说 喜儿你几岁了 小胡 你说喜儿你几岁了 喜儿 小胡见喜儿 发呆以为他没听清 于是又问了一句 你说喜儿你 几岁了 喜儿将就回答说 我十岁了 还害了 小胡 Omega Omega 他的笑声太大 全教室里的人都听到了 班主任老师还在发书 看了过来 问道 谭喜儿同学 是什么开心的事 让你这么开心 要不要说出来 和我们一起分享 要喜儿毫不犹豫地应 道 班主任说 那你说 小胡问我今天几岁了 我悄悄地告诉他 我今天十岁了 好家伙 这还是悄悄地告诉他 都这么大声了 笑得大声 说得也大声 而且 怎么会成了十岁 哎 谭喜儿小同学 第一天上学 就成了班上的明星人物 不仅是因为他是小青 而且是因为他总是嗨啊黑笑 走到哪里笑到哪里 老师和同学们都喜欢他 与他相比 嘟嘟和澄澄要低调多了 中午在学校吃饭 吃了饭后集体午睡 下午四点就放学了 当然 那是小学一年级的小朋友 二年级的同学还在上课 喜儿和澄澄嘟嘟溜达 到了二年级的教学大楼 在走廊里晃荡 这里看看 那里龙丑 尤其是来到小白榴莲和小米的教室门口 探头探脑 在窗户下蹦蹦跳跳 努力露出半颗脑袋 使出吃奶的劲 往教室里看 被经过的老师赶走后 就在学校里游荡 熟悉这里的环境 最后累了 便在操场上停下 三个人背着书包 畅想未来 渐渐吹牛 我们小红马 将来也要有这么大这么大 喜儿张开双手 使劲拥抱学校 幻想将来 把小红马开到学校这么大 首先 要有一个这么大的操场 嘟嘟看了看这个大操场 跑道是橡胶的 她喜欢在上面飞奔 嗯 这么大 嘟嘟点点头 憧憬不已 小红马还要有这么多小孩 喜儿又说 看起来她要把小红马 打造成为全浦江最大的学校 嘟嘟又坚定地点点头 相信喜娃娃说的话 将来小红马一定能开到这么大 招来这么多学生 将来你能请我当老师吗 喜儿嘟嘟问 她的梦想不是虚无缥缈的 她这一刻的梦想 是到这样的大学校当老师 我请你来当老师呀 你当英文老师好不好 迷失的嘟喜儿也十分的捧场 面子都是互相给的 嘟嘟欢快地说好 不过我不要当英文老师 我要当体育老师 古有八十万进军总教头 经有两千小学生体育小教头 嗨阿希儿 好 我请你当体育老师 两人互相吹捧 本来都是比较踏实的小朋友 但是今天太开心了 渐渐地就飘起来了 就开始吹牛了 小红马学员在他们手里 都快要开得比浦江成大了 据说要改到黄浦江 得从小红马学员里流过去 只因为迷失的都 想要在黄浦江里划船 诚诚默不作声 只听不说 就想看看他们 是不是打算这样 一直吹牛下去 他看透了这俩 不然 他只向操场边缘的 滑滑梯问 你们想不想玩滑滑梯 想 我也想 喜儿和嘟嘟一口同声 诚诚 略施小记 就让这两位小朋友 现出了原形 什么改到黄浦江啊 什么坐大坐墙小红马啊 还不是喜欢玩滑滑梯 小白在滑滑梯里 找到了这三个 玩得满头大汉的 一年级小学生 你们的裤子都脏了 小米香的大姐姐 给三个一年级小学生 拍掉裤子和衣服上的灰尘 但是裤子脏了拍不掉 滑滑梯过了一个暑假 没有清理前进呢 诚诚万分懊恼 他不该玩滑滑梯的 他怎么就没忍住 他不断揉搓裤裤 想要恢复光洁如初 他是小香瓜 身上总是香的 十分爱前进 容不得半点脏东西 就像是一只 常常清理毛发 爱前进的小猫咪 诚诚你别抓了 弄不掉的 我们快回家吧 回家洗一洗 就前进了 小米说 哦 现在已经是下午五点 但是太阳 依然挂在半空中 没有要下山的意思 他放射出万丈光明 过度热情 放学咯 我们回家收回 小白说 一行人背着小书包 他们走在树下的阴影里 走向学校大门 小白和小米走在前面 喜儿落在他们两人身后 一蹦一跳 再踩他们的影子 诚诚皱着眉头 雨神似的走在中间 时不时要停一下 顿一下 以避免撞上蹦她的喜儿 诚诚之后是嘟嘟 嘟嘟回头 招呼落在最后的榴莲 快一点 刘刘撕开一包小零食 赶紧往嘴里塞 小跑两步追上去 树下微风吹拂 卷起头发 吹起衣角 学校里处处充满了生机 洋溢着青春 操场上的广播正在播放音乐 阿门 阿前一棵葡萄树 阿嫩阿嫩绿地缸 发芽 蜗牛 背住那重重的壳呀 一步一步地往上爬 阿树阿上两只黄药鸟 阿嘻阿嘻哈哈在笑她 同时